今天下午的座談會我們就正式開始 非常歡迎大家 今天有六位女談人 及各位現場的來賓 女士先生和國美女同仁們 今天我們座談會的主題是 針對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 這個草案提供一些民間的意見 然後今天的焦點 是放在醫療、教育還有律師這個專業 我想大家對於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特別的條例草案 我們在報道上看到一些新聞 這樣還不如符貌很多 這個資金區的特別條例草案 給大家報告下記錄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基本上之前立法院的衣毒已經停止了 所以應該暫時 這個就是這期的院會 立法院的院會已經在昨天結束了 所以還感謝立法進入出代替 之後會不會進入所謂的協商 目前並不清楚 所以目前是立法進入的情況 也引起了非常多爭議 感謝台大經濟系 還有有社 還有台大盛客院的經濟經濟中心 來主辦這樣的一個研訪會 然後提供民間 有相關的一些意見發生的這個一個管道 所以今天我們各位的發言 我們都會在會後整理出來放上平台 讓大家可以參考了解 這樣的一個資金區的影響是什麼 大家大概也都知道資金區 將要開放的是六港地空 以及再加上平東設計園區 所以基本上台灣大概就做的一些空間 都已經開放了 然後在開放的這些所謂的 自由經濟貿易區裡面 授權所謂的主管機關 可以對於這個經濟示範區裡面 相關的各種的這種醫療、教育、產業 然後這個政治是律師的這個專業 所以我今天法規 他們可以自訂另外一套 可以的 所以這邊大家就提議說 那是不是變成了另外一個行政院 另外一個扣白授權的資料 台灣是不是一國奪資了 那對於台灣現有的 這樣一個我們已經好不容易多年 建立起來的相關的各個制度規範 以及生活的這樣的一個品質 跟專業的這樣的一些要求 但會不會因此全部都送訪 所以這個引起了非常多的爭議跟關注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那在今天這三個衣服上 我們請到這個專家學者 跟我們的民間團體的這個 Android團體的帶領你們 幫我們做一定是非常深入的 跟民間的介紹 那我想我們先簡單介紹 我們今天的參與者 他們第一位是核信治癌中心的 醫院的院長 黃大夫 黃院長 我們是不是給了這個掌握 第二位是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的 文西華總秘書長 第三位是工醫時代的發言人 黃志漢 黃醫師 醫師 醫師勞動條件感規小組的執行委員 陳秉輝 陳秉輝 醫學生 然後第五位是主大社會系的教授 戴博芬代表授 黃醫教授 然後第六位是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的 薛清風 薛律師 那我們就不耽誤大家時間 我們立刻開始 我們就照這個順序 我們首先是黃大夫黃院長 我們再次的給黃院長一個熱的掌聲 我們再次的給黃院長一個熱的掌聲 提醒一下 原則上我們希望處理期待二十五分鐘 但是呢 因為我想每一位都有非常重要的發言 所以如果稍微臨場一點點 那麼我們希望能夠讓他能夠暢口預言 但是原則上希望盡量在三十分鐘跟議題結束 然後我們最後可以留三十分鐘的時間給大家提問 好吧 好 黃醫師請黃醫師 好 我們負責人張教授 鄭教授 還有各位參與人 我首先兩三句話介紹我自己 我是台大醫學的1964年畢業 畢業當完兵之後 我就出國進學 出國的學習的地方 包括兵州大學 杜克大學 然後我就留在杜克大學服務了三十年 現在回到國內工作也已經有二十五年 所以我可以說是從美國的兩個大學 還有台灣自己設立的一個癌症中心 從這裡得到一些經驗 我想今天跟諸位分享 我個人深信這個醫療這個工作跟教育工作 是不應該是盈利的事 而是非盈利的事 所以在做這方面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的照顧的對象是病人或學生 我們希望把他們培育出 為這個社會將來能夠奉獻的人才 所以在這方面的努力 不是像做生意一樣的 就是非盈利的 那麼第一章 slide 我套用這個皮特杜拉克的這個 一本非盈利事業的經營的一本書中 提到醫療教育 宗教 社福的工作 跟別的行業不一樣 它的bottom line 它的最終目標是改變生命 而不是利潤的最小 臺灣的健保從1995年開辦之後 到現在已經快20年了 這裡面因為它是衝上路 很多思考還不很完全的行業家 就開始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所以這裡面問題非常非常的多 唯一一樣事情值得像大家 或像全世界披露的就是 確實它是一個很注重公平正義的 這樣的一個企劃 那雖然這個原意都是這樣子 是對的 但是問題在於它的直顯方面的 每個細節都是問題 所以是因為這樣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的醫療院所 醫師或者是有關的人士 都覺得健保這個制度 是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資金區的idea出身 也是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假如這裡問題已經沒有了 而且是非常公平又合理的 那麼在經營方面是sustainable的話 所以是可以永續經營的話 今天這個問題大概就不能出現 所以這個是等於說是在 underscore我們全民健保的推定 醫療商業化呢 醫療商業化呢 等於說是一種違反我們公共利益的 所以不是一個equitable的一個企劃 我是覺得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把它很明顯的推出來 所以我們怎麼樣提供醫療是equitable 而不是說我們想要在這個地方 能夠得到一些profit 傳統上的這個教育跟醫療呢 其實是一個相當封閉的境內事業 境內事業是英文叫做domestic 那麼意思就是說 生病病是在台灣國內 而不會去故意有病還要去國外去找照顧 所以這個是一個境內事業 那麼裡面的工作人員也是境內的工作 所以比較沒有跟別人比較或競爭 那麼教育呢 我們當然是在自己國內所做的教育 還是主要的教育 雖然後面還有人出國去學習 但是最基礎的教育 從幼兒所有的教育到中學到大學 也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國內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境內的這個事業 那麼金融業呢 電子業呢 或者其他服務業呢 它是可以是一個國際的人 而且越來越國際化 所以這個銀行啦 廠商啦 現在在國內的一部分 但是在國外在經營的也是 而且更多 國內我認為教育跟醫療的品質和水準 缺少了外來的資金 所以沒有做比較 那麼現在我在看這個大陸那邊 它因為有很多國外的機構在那邊設立大學 所以他們就有直接的比較 所以他們有一個 在比較下產生了一種很強的動機 就是希望說能夠把這個教育改變了 所以我最近去了北京一趟 那早上翻開報紙 第一頁的設立就是說 雖然中國現在是經濟體方面 是世界排行第二 但是呢 真正的per capita income 國人的收入呢 是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 所以要把這個跟上美國 除非用教育去改善不行 所以他們把教育看得很重 所以我這一次去北京開會 也是為了教育我去開會 因為我的這個學校 杜克大學跟中國大陸有一種合作計畫 所以我代表杜克大學去參加就可以了 所以就知道說他們是要把教育做好 同時我也去參觀了幾個北京的醫療機構 那我也發現他們的一些優缺點 那我想我們國內因為醫療方面 比較沒有跟外面接觸 所以自己做到多好多壞 常常不太了解自己 沒有比較就不知道自己 那我個人認為說我們要學習的 在醫療方面要學習的地方是非常多 那麼我個人贊同衝綁國際人員 尤其是醫療人員的證照這方面的限制 讓教育跟醫療機構能夠自己主動的去邀聘國際人才 來國內幫我們促進我們的教育醫療機構的競爭力 那麼假如說政府想以國際醫療的利潤 來彌補健保的虧損 大家在座大概都知道健保已經超過5000億的基礎 那麼自己自費拿出來的 大概也已經有超過4000億的錢 所以加起來已經是9000億的支出 全國的醫療基礎是那麼大一筆錢 那麼假如你要用國際醫療能夠收到的這些利潤 來彌補這個9000億的支出 這是不容易的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joke 那麼如何去推動國際醫療呢 我認為這是我的比較positive的建議 比較正面的積極的建議 就是要解除國際人才證照取得的障礙 現在我們相當鎖國 所以在國外要來這裡教學都不容易 那麼不少國內的人才出去外面受訓之後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 想要回國來奉獻 這些人現在都被拒絕在外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他們有些人是可以回來的 但是必須要在這個 比較國內的落後地區才能夠提議 這個也是一個限制 這是不好的 那麼業前署長收獲 我自己是完全套他講的話 他說只要方便國際病人簽證 居留就好了 沒有修法社專區的必要 這是前任署長講的話 那麼他現在還是相當活躍在各個地方 那我覺得是他的這個講的話非常重的 那麼我認為最重要的要推動國際醫療 就是病人的安全跟醫療品質一定要到世界的水準 那麼政府其實可以藉著這個機會提升我們自己的 國內的病人安全跟醫療品質的水準 那麼藉這個機會改革我們的健保 把我們的健保改得更好 那麼假如我們以品質跟結果 結果就是Outcome Service 能夠用它來決定我們支付的優劣 那麼全心全力去解決台灣醫護人員過勞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這個醫護工作人員 確實是跟病人的比例是過低 所以這個就影響了病人的安全 那工作人員也是 然後無法很細心的在照顧病人 這都是我們目前的確定 假如我們全心全力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自己的國人 都會得到好的照顧 那麼假如有國際人士要來國內就利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這樣的話這個口碑就會傳到世界各地 就有更多的人要來這裡做我們的照顧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到這個地方 然後結束大概還沒有到20分鐘 因為我一天到晚都是對我內人警告 所以我沒有講話太多 要節省一點 所以我現在20分鐘內就結束了 謝謝 我們今天跟我們跟會長在一起吃飯聊天 就發現其實對台灣整個的醫療健康 醫院的制度管理有非常精采的意見 也同時他的核心的這個癌症醫院 在他的這個理念之下 如何現成一個他心目中的這樣一個理想的媽 我就是在做主義營銷 好那現在有很多高見 那我想歡迎大家把問題準備好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請委員長幫我們解答 再進入他的這個高見了 好第二位我們再來請趙鄭勳豪 我們請能西華秘書長 民間建築健保聯盟 再來秘書長 我們可以再一個熱淚掌聲給我們 謝謝 謝謝 張教授啊各位先進啊各位同學大家有沒有 好 而且我那個 這個 不太好 沒感到 所以可能 生日也沒有 不過我沒有感到的時候 生日也很特別 那我因為 好院長 講了不到20分鐘 我就有壓力了 就是 我沒有人警告我要少講電話 我自己作為醫生有關 好 不過我看了那個 黃醫師跟我們等一下那個 秉慧就是同學的講義 我發現就是 他們可以啊就是 提的資料都非常的豐富 因為平常我們在媒體上 也發表過已經類似的這個意見 所以我很多的東西 給我OpenLab的部分 就留給黃醫師跟 這個邱同學那邊再進一步的 去做更精緻的這個解說 我們跟他們的資料看得很好 那剛剛從院長的這個資料裡面 可以提到 事實上 國內想要營造一部分就是 所有的醫界大腦都非常支持 這個 很密化醫療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這其實事實上是不對的 多數的這個 都是沉默的 特別是醫療非常融入的 這一些醫療人員 他其實我們都知道 要做研究什麼 研究證能做 醫師的研究證能做 他其實是非常少量的時間 可以撥出來 表示一些意見 所以一直以來 在整個醫療政策的這個上面 總是有一部分的醫院的經營者 帶有一部分 就很多人其實做了院長之後 就忘記他是個醫生 所以他開始從這個 醫療服務的提供者 變成醫院的經營者 甚至他思維上面 是有很大的這個改變 那到底國際醫療 是良藥還是毒藥 那因為資料有副院長的 兩份投書裡面 大概有提到一些 政府想要透過國際醫療 來解決一些 包括人力的問題 品質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後面會提到 是不是這樣 或是說解決人力品質 跟國際接軌的問題 是不是要靠 只能靠國際醫療的開放 大幅度的開放來解決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鄭亞文老師的這個研究 不好意思我走下來 我自己看不見 就是這個 根據鄭老師的這個做研究裡面 我再了幾張 這個他的這個研究節目 別的國家在推行國際醫療說 在這次所有 不管是國發會也好 或是衛福部 前後七次 前後七次在立法院的 不管是衛環委員會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委員會裡面的 這個報告裡面都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報告 其實事實上沒有做過相關的衝擊報告 在不斷的引用其他國家 推行國際醫療的一些好處以及發展 那我們看一下其他國家 到底在這個部分哪一些東西 是政府沒有告訴我們的 就是我們一樣舉他舉的這個國家 讓我們看看其他國家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是在鄭亞文教授裡面提到 其實事實上我們主要實施 你可以看到實施 國際醫療有一個重要的利潤的來源 是專科醫師的 就是說沒有人會用加油科醫師去 去推展國際的醫療 所以他必須在奠基在 非常地這個次專科化 非常地發達的這一些 特殊特別的醫生上面 可是你看這些國家 在推行國際醫療的 包括印度、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韓國等等 這些國家裡面 他事實上有共同的現象是 這些國家的基本醫療都不好 那麼他大量的引進 比如新加坡好了 他現在外企業醫師都至少在25%以上了 這些外企業醫師他服務的事實上 因為醫療旅遊的關係 所以即便引進了非常技術優良的 遺食或者是設備品質非常好的這些人 盡量事實上對他本國內的國民 一點貢獻都沒有 所以如果是有貢獻的話 因為這些國家他在基層的 這個醫療都不足 所以他會有一些類似一些條件上 比如說印度好了、泰國好了 他會告訴你說 你實施這個盈利化的這個醫療體系 或者是做國際病人體系 你都要有一部分去服務一些貧窮的人 比如說10% 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證實 都沒有做這樣的服務 那事實上沒有做服務 政府也不會有其他的作為 如果要罰錢就給你罰錢 那這個就好像是我們這個 我們做這個衛生局在抓這種 違規藥妝的廣告 每次發個10萬塊 在某一個這個藥妝的產品 他宣稱療效 已經被衛生局罰了兩百次了 他還是在賣 為什麼 因為他的profit實在太大了 獎程之間其實是分合比例的 是殺猴的生意啊 這個有人做 黑門的生意沒有人做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這些國家裡面 在他整個的獲益裡面 其實是在觀光業跟商業保險 以及其他的這個少數特定人的這個獲利 那當然這個JCI零件 你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我們政府認證的幾家 中國技衛機構裡面 也有醫院瘋狂的追逐JCI零件 那當然JCI零件 那當然JCI零件 黃院長了解得非常多 他有政治專家 然後知他們有識的 然後他們也許可以多說一點 JCI零件到底提供了什麼品質的保證 那當然整個健康系統裡面 你可以看到 假如說他是本來應該是在其他的國家 已經有辦法得到合理的服務 所以他必須透過比較低延的價格 甚至比較好的品質到國外去尋求一些服務 但是正因為原始 所以很多的這個國家的這個階級化就會形成 因為你有錢人大概就會 通過其他的系統 到沒有更好的國家去獲取一些服務 好 那產生的主要衝突是什麼 惡化醫療能力的分部不均 特別是五大科 這個等一下我們繼續再說 當然整個公立的各私立醫療體系 相互的流動 經由決定人流 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這個嘗試 那當然有要商業部我們更溼溫 等一下黃醫師有更多的論文 可以跟大家分享 加速醫療體系的階層化 這個非常明瞭 政府告訴我們 甚至在水平裡面都說 我們也有一屆大陸投書 流落被陽中被已經滷蛋的問題 都提到一個問題說 這個是就醫的差異化 不是階級化 因為這教授在這邊 在經濟學上講的所得貧富差距 難道是講所得的差異化嗎 好 我們講所得的這個貧富差距的問題 當然就是講階級的問題 當然就是講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 我們講資訊不對的 我們不能講資訊不對的 也不能講權力不對的 我們要講權力的差異化 資訊的差異化 就是政府告訴我們 事實上英文在整個差異化裡面 我們講到這個所有的就醫差異化裡面 都是講階級化的議題 也就是講我們這個貧富之間的差異 那當然這個在整個體系裡面 那這個提到並不需要借錢 然後是印度、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 甚至連新加坡都不見證的情況 新加坡看起來 它整個的國際醫療 佔它的GDP大概1% 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是在1%的這個比例 但是呢 新加坡人 因為昂貴的這個醫療服務 因為它墊高了所有的資費 所以新加坡人 必須開車到離際的馬來西亞 去看專科醫師 新加坡人的這個CBF 它的Medisafe的這個帳戶裡面的醫療費用 完全的不夠有 也就是他們負擔不起他們 在新加坡國內的 非常好貴的這個醫療費用 那當然就要造成這個財務的醫療的負擔 其實是已經越來越大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 他們說你不要講那個 那些國家都是全民建保護好 不會發生 也就是說印度啊 泰國這些國家 會發生的這些 包括這個財務零負差距破大 或者是資費墊高的這些情況 這四大現象 我告訴政府會員 他說你們放心 我們也有讀書 我們去讀了那些國家的報告 我跟全民報告 他們國家會發生的副作用 也不會發生 因為第一個 我們全民健保 我們的基礎醫療非常好 我們有那麼多 四萬多個醫師 大個醫師在整個整個事 也不會衝擊到全民健保 我們通通共用 那共不共用 剛剛黃院長已經有提到 這個整理改善負荷的問題 它只會更加的惡化 我們不是說國際醫療 會帶來這些情形的發生 而是大規模的 會造成更快的惡化以及風情 那他們提到說 我們提韓國 韓國呢 我們去這個 我們政府部門 跟很多的醫院 私立醫療院所的這個院長 經營者們去參觀韓國的這個 三星醫院 他們覺得三星醫院真是棒的不得了 裡面全部都是三星的科技 一進門之後呢 所有的電腦科技全部都來了 我們在講說搞不好 一定會出現機器的看病 就你的機器按上去 我跟希望走進去 他立刻就能夠正確的診斷 並且跟Google 是以前有說 醫生跟Google比賽 到底誰的診斷比較準 結果誰贏了 Google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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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以後是不是要在這樣的醫院 去發展一種醫器 就說你們想要去笑好三星 所以我以後也可以有一座HTC醫院 好 這是他們講的 所以他要倡導這裡面的精密 技能都能發達 但是呢 韓國在推動國際醫療的同時呢 韓國的國內的輿論命令 非常大的爭議 包括他們講的2Ger System 剛剛志漢會提到 這個雙層的系統裡面造成的有錢人 他使用的醫療體系跟服務不一樣 那當然造成對外國人收費的差異 是不是只能想到公平交易的問題 甚至韓國的公平交易 人會認為說 你對外國人的收費三倍的話 你要保持你 你要 他要繳罰款 就是你營運的這個總額的2% 要來繳納罰款 那當然你就知道他們都會去繳罰款 因為這個利潤太大了 當然造成國內健保體系的崩解 所以韓國政府強力的在保住這個 他們政府在公共支出 在全民健保體系支出的這個 戰率的比例 可是台灣其實事實上是下降的 再講到日本 他們說日本在東京大陸 推動國際醫療專區 但是呢 日本的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跟其他的聯合團體 不斷的在抨擊 日本開放國際醫療的結果 就是加速崩壞日本的醫療體系 這個政府通通沒有告訴我們 台灣的醫師公會 有沒有發表這些聲明呢 有的 就在幾年前曾經發表過一次 但是理事長換人之後 這樣子的主張就已經改變了 似乎就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們其實不知道現在呢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的立場 究竟有沒有支持 移民化的醫療 我必須要說 當我提起這件事情 我心裡同事非常稱號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醫師公會 究竟有沒有跟民眾以及 非營利醫療的價值 站在一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宣示 但是很遺憾的 台灣的目前的醫師公會全聯會 並沒有講座 那當然整個公共資本提到的 然後我們的稅收 在這次資金條例裡面 也可以看到 優這個稅的優勉 以及相關的這個投入 包括我們自由經濟示範區 拿給各位看幾個地面 我們政府啊 已經在今年預算 原本編列了一億五千萬 再替國際醫療做宣導 光宣導而已變得那麼多 立法院刪掉了九千六百萬 這個預算還在凍結刪除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的國際醫療 已經如火如土地展開 你在上海的普通機場 你在我們國內的五個航空站 都可以看到國際醫療的廣告 那當然在上海其他地方有沒有 我相信我也有 那到底這個錢是從哪裡來的 宣導預算全部都刪了 他可以從經濟部來 他可以從外交協會來 而這筆預算其實是五大規模 利用公帑在做所有的 少數醫院的這個宣導 但是這個公帑是誰的 我們現在要報稅了 最多是我們交的錢 一億五千萬拿來 拿來留住五大 甚至做一些研究改善一些 教學醫療跟住院的設備 其實都很夠用 那在這裡就是 醫療費用的上漲 已經講過了 我們這個醫療的這個軍備競賽 已經達到五億附加的這個地步 台灣甚至有職值治療 本來很多醫院要買 很多醫院評估之後 那當然我也不請教過 這個核心醫院的 我們的橫根秀的這個 放入部的舉動提到 知識治療的進行 美國的這個 或是世界癌症醫學會 甚至發表的就是 知識治療是沒有用的 在台灣人來也 也就是說 政府宣稱 國際醫療的開放 就會引進更新穎的設備 我們要問他是 我們到底哪裡買書人家了 我們哪裡買書人家了 我曾經跟一個 這個醫學中心的一個 婦產科醫師講 跟他們醫院有進一個 機器手臂 要來做手術 然後廢航的鬼 他說我們不是買不起設備 我們是病人付不起自費 也就是說 他那個 所有的醫療設備的這個 價格自費 剛剛講到的其實是 有一個療程 至少要付 30到50萬之間 這是行情的開價 不要講派的 濫用跟其他的這個 濫用人員 我們的病人是付不起價格 不是台灣的醫院 買不起這些設備 而台灣買這些醫院設備的錢 哪裡來的 你覺得是菁英者 口袋拿出來的賣租產 拿來的嗎 賣他的別墅買 拿來的嗎 當然不是 他就怎麼從整個 醫療體系的獲利裡面 他不去做其他更好的分配 比如去改善我們的 醫療勞動的情況 改善病人的安全 改善整個醫療設備的動線 能等等 他拿去買心理的儀器 為的是什麼 賺更多的錢 賺更多的錢 所以現在很多 因為他是要買設備 沒辦法賺更多的錢 但是他還想賺錢 於是他用一種方法 叫做租 去租設備來探體 跟廠商做探體 只要我租你這個設備 我不收租金 我每做個個案 跟你對差 差賬差多少錢 來探體 這些全部都會帶動 整個醫療費用的上漲 這個是很基本的 然後還要再講一次 這個是 醫學是一種 文理法律的東西 所以他不是只有 他不是只有 一個單純的一種科學 好 這個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現在問到 行為台灣醫療做的報告 你在所有的航空站 如果各位有出國的話 只要去松山就好 不用在國際線 你在松山機場 台北社 你在那個 國際航站的對台裡面 你就會看到這個經緯的DM 旁邊還放一本 衛生部翻譯的一本小冊子 我今天忘了帶來 全英文的小冊子 在介紹什麼 在介紹國內的健康食品 所以他不是只有買這個 他還幫國內的健康食品 做成英文版的 我們在賣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誰的錢 都是我們的錢 都是我們的錢 他已經去推展了 台灣要給你亞洲第一的 世界級醫療服務 不知道 還有JCI也拿了 JCI應該很高興 台灣的能見度 因為 台灣政府的努力 也變得非常的高 JCI有醫生戲稱 這是什麼物件 這個我就 很出爐的話 等一下我謊字他好了 出爐的話給他講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 他宣稱不會排擠五大科 原本的國際醫療 在專訊裡面服務只提到兩種 一個是健檢跟醫美 所以沒有什麼人在談問 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健檢一個已經是紅汗 不是藍汗的 而且呢 做醫療服務的人都知道 醫療的這個利潤 絕對是在Enlighting surgery 不是在健檢跟醫美 這是我們聲稱的 有競爭力的這個 要國際接軌 引進全球先進兩高科技 640接 幾接都好 用的人到底有多少 比如說我們做肺癌的栽検 中央研究院院的院士 都發表說 只有64接其實低接就夠用了 我們還是有人在廣告說 128 526 200多接的電腦斷層 給我找出0.01公分的轉油 這個一樣640接 然後價格 憑良心講 看他們的分析是有比較便宜 但是我們的價格是 奠基在全民間老闆幾副上面 如果你要用醫生 他會現在告訴你說 這其實不是真正合理的價格 所以他要去賣自費的時候 他可能用全民間老的價格去賣 我們都知道不可能 那再來這個貼心的 全面的通通Solution 我看到這個我就笑了 我們講全能服務 全能服務應該是以病人為中心的概念 但是現在因為 醫療勞動條件惡化的關係 全能服務變成什麼服務 全部你一個人服務 就是我這個病人 本來要有醫生護士什麼 很多人來服務 這樣就你一個人住院生 就全部都一個人服務 但這裡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的服務不是這樣 事前諮詢 醫療照護 事後追蹤 完整的服務 這個服務在台灣有沒有 那個致漢的講義也有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你看他開放的 乳炎重建 活體肝臟移植 心血管人工甚至 這些手術 除了減重牙科癮科的治療 可以在基層的部分 基層診所以及中小型的醫院座以外 前面的三到五項的手術 還真是非常抱歉 一定得用到五大科的人力 並且這些人才全數集中在公立 以及財管法人的醫學中心 非常的多 比例佔非常高 只有一部分的區域醫院 也有這樣子的實力 所以跟政府宣稱 開放國際醫療 要活化佔床率 平均只有50%的中小型醫院 完完全全的不符 完完全全的不符 看我們開放的45家 可以辦理醫療簽證的這些醫院 很抱歉 也不是只有中小型醫院 你所熟悉的醫學中心 全部在名單上面 全部在名單上面 所以會沒有辦法 會不去剝奪 整個台灣的醫療資源分配嗎 這個是我們開的記者會 很好講的 這個是我們記者會的標題 當然 我為什麼把它列出來 是因為開完這個記者會之後 我們的衛福部 國際醫療管理推動小組的執行長 也就是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的部署長 第一的又反擊了我們的這個說 哎呀 這個民間團體擔心的事情 都是多慮了 這個 然後這個等一下他會講 這是他們寫的 就拿來用 這個 這個 我們房院長不然還有給我推薦改一個版的嗎 阿羅電腦就一直電擊不好 所以等一下可以說一下 那我講一下 是不是有全民健保 我們就跟醫療商品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致富了上升比例的情況 全民健保開辦前 是大概36.9% 開辦之後就下降到27.8% 到目前去年為止是36.16% 比例上升非常快速 我們最喜歡跟韓國比對不對 再跟韓國比 韓國呢 是在下降當中 那從50幾下降到這個32% 所以我們出了什麼問題 這是已經公告的差額跟自費的金額 那自費的金額 右邊的是在2011年 台灣市立醫療所協會自己的調查跟廣計 中間的這個部分是健保給付的金額 跟 瓜號也是當時的2010年的錢 那錢 瓜號錢的 瓜號是現在 因為健保有被慢慢的調降給付的金額 所以 瓜五的部分是我們的健保給付的這個金額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這個差距 你看人工水晶體 它就差距了數十倍以上 比如自費跟健保的給付之間 陶瓷的工礦安節也是 新的特殊塗層的這個支架也開放 在塗藥支架開放差額給付的當年 同一年 國際的學愛都發表說 事實上塗藥支架增加血栓的風險 對民眾的平均民意並沒有影響 那是政府仍然開放的這個塗藥支架的差額給付 而且在這麼多年以來 國際的這個喜開一直相關發表 塗藥支架的這些影響 我們仍然政府沒有考慮 將塗藥支架納入全額的給付 還是讓醫院在手前 我舉個例子來說 某一家 某一家這個醫院裡面的管理人員 曾經有寫一封密函來給我們要申訴 但我剛剛跟你講 我沒有辦法證實這個真假 因為我們接到這樣的一個統書 是說 這家醫院 醫院宣稱它買的量越大的時候 這也是政府講的 它買的量越大的時候 它售價賣給民眾的這個價格 就會壓得越低 因為它採購量不足 假設我今年買了一萬隻 我賣給民眾美知識五萬塊 明年我買了兩萬隻之後 我就會賣給民眾這個四萬五千塊 但是我們接到這個投訴是什麼 它當年藥廠特採廠 禁價給這家醫院的塗料支架 北支架的下賬八千塊 同時期這家醫院還漲了八千塊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不知道醫院的採購價 醫院的採購價跟市場的銷售價之間的關聯的證據 我們從來都沒有看到 也要再次做一遍 我們沒有辦法證實 在於採購價跟售價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聯 我們知道的唯一事實是什麼 各位前面看到的那一張 我們的自費價格 事實上沒有受到任何市場抑制的效果 這樣是二十分鐘嗎 跟我平常說話的速度差很多 好像快一點 當然新的差額 然後繼續我們看一下 使用差額負擔的人政府宣稱是希望 讓有錢的人可以買牛肉麵跟加滷蛋 我們看都是誰買的牛肉麵跟滷蛋 其實使用差額給付的人 有一半的人投保金額 有三成的人投保金額是在兩萬以下 兩萬以下大部分是什麼人 基本工資 三成的人 你看那麼有將近50%的人 投保金額在四萬以下 在兩萬到四萬之間 換言之呢 七十幾%的人 將近八成的人 三分之以上的人 他使用差額給付 他的投保金額都在四萬以下 覺得投保金額在四萬以下 是有錢人的居首 那為什麼這些人為了滷蛋跟牛肉麵 他要去自費喔 三分之二人 要付出兩個月以上的薪水 去購買一個療效沒有顯著到 健保可以全額給付的產品 這是什麼意思 他的滷蛋怎麼買的 他的滷蛋是跟隔壁借錢來的 他牛肉麵是怎麼來的 難道那個牛肉是 是這個 有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這個是我們的實質心思倒退 這個是我們的家戶所得理念 你去看一下每個縣市 這個框聽出來是他的醫療費用 你可以發現越窮的縣市越多 為什麼 你看 越窮的縣市越多的 這個是平均我們的所得理念的收入總計 你看平均的這個成年的人數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業人口裡面在下降 也就是我們成年的就業人口是在下降 顯示家庭的經濟能力在改變 我們再看一下 醫療保健所得越低 醫療保健的佔率是越高的 因為他畫的錢越多 所以我的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我們的購買率在下降 我們的這個農業縣市的 醫療保健指數經濟其實是比較高的 在醫療所得裡面負擔是比較重的 使用差別 所以我們 我們究竟讓誰買了乳蛋跟牛肉麵呢 你看到的是商品化嗎 這個致漢有很多的資料 我就講快一點 舉這個例子就好 我們真的有第一例嗎 這在講有很多醫生 我們要問 我們來不及全坦第一例 我們就來個新村第一例 我們來不及新村第一例 我們就來夏天第一例 台北來不及就來中富第一例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第一例 第一例要說什麼 還不是這個加速 這個就是商品化 我們用我們現場的媒體在場 這個廣編稿 看新聞還是看廣告 你傻傻看不清楚 非常多每天都有 我們買的聚配競賽 剛剛講的CTMI牌 一直指指到處都是 我們還消費個案來行銷醫院 我們把治療跟預防保健的東西 都毀搖了 搞得這個醫療機構之間 有非常多的糾紛 那跟醫生說吃這個會好 為什麼你沒有給我用這個藥 你這醫生不好 我再換另外一個 醫生你賣給我的藥很便宜 一定不好 要貴一點的才會好 就變成這種現象 這是商品化的效應 等下資料會講 我就不再提 這個是我們國際醫療的現況 那銀輝我看到也有提到 這是為服務做的 門診住著美容健診 在綠的東南亞國家是最高的 東南亞裡面又有 才會這是來自於中國 我印象沒錯的話是這樣子 政府說的有道理嗎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法條 比如我也有提到 那我要畫出來的框的重點是 在說明的部分 政府說 日經區的重點在自由化 或在實體區 所以國際醫療在它的規範裡面 是屬於第一類示範實驗 它事實上必須在實體裡面設定區 但是因為它前面後場 它第一階段採了虛擬的這個外型 所以事實上 國際醫療因為呢 它的重點在自由化 而不是實體區 所以下面的第十條 你說如果你做不到 你可以用虛擬方式來示範 實質上已經成為第二類的示範產業 也就是說 當國際醫療機構建構的時候 第一類跟第二類都有 為什麼國內的醫療院所沒有反對呢 如果只有六家醫院可以做國際醫療 如果所在專區裡面 就可以做國際醫療 他們怎麼會不反對呢 因為什麼 現在都在做 我們現在都在做 我們等一下可以提一下 現在的國際醫療 我們還有百分之十的融合 剛剛各位不是看到我們處診的數字 每家醫院還有百分之十的融合 我們沒有拒絕任何的國際病人 我們有四十五家醫院 可以發醫療簽證 所以這個 好 這個四十九五十 我們總會有 除了剛剛第一條 第九條 第十條條文 是整體性來說之外 後面關於國際醫療專區的總共有五個條文 你不會講 我就不講細節 我只講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畫紅線的 五個條文裡面 有四個條文都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政府告訴我們說 我說你為什麼不寫清楚 你要相信我們嗎 你要相信我們會把關嗎 我就笑了 好 那這個資源匯診 這個醫生不去 匯診資源應腰出診 這是再容易也不過 他說你們放心好了 我們這個醫生 一週只去二十小時 對啊 一週只去二十小時 等於50%的part time 講二十小時 你有沒有感覺啊 講百分之五十的時間 感覺很多啊 然後再發 再會有這個會診 再加上這些東西 事前再看個病例資料等等 時間事實上 都一定會形成過多 這個是他們講的睡 Q&A上面 紅色是我的contain 這個黑色的部分是他們睡體上面的東西 那究竟院長裡面剛剛也提了 他究竟要留住人才 能夠留住多少人才 為誰留住人才 人才是留在全民健保體系嗎 整章就只有說這樣 為什麼國際醫療會是台灣健康產業的領頭羊呢 我們看一下健保的藥品市場 OTC的市場 健康食品市場 哪一個不是高於他現行要推動的 國際醫療的市場 那為什麼開放國際醫療 他就能夠證明這些都會成為這些產業的濃通 我們 這個一樣 這個就是他要帶動 如果他是要帶動生計產業 那麼我們必須要在這邊建議 政府之間 我們跟管爺建議 直接把生計產業納入你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就好了 不要脫醫療下水 那這一樣 我們想這個 有這個網友說 昨天那個管爺跟衛福部還是去哪裡 說明這個經濟示範區的時候 開放網友提問的那個部分 說過場地的問題太長 四分鐘不足以為 但是有網友問說 那這樣會不會遍地開花 我跟你講 現在我在這邊回答 他不是遍地開花而已 他甚至會結果 結果在哪裡 五港一空 開花就是全台灣 他事實上每個縣市都能做 沒有專區的概念 我跟剛剛各位報告 現在五十幾家 五十二家的醫療院所 已經簽約 進到科技醫療的服務體系政府在宣導 然後第二階段 還可以設這個醫院 而且每個醫院都可以申請 還不是只有五港一空 六港一空的問題而已 所以絕對是遍地開花 所以這不是聚弱效應 這是墮落效應 他們認為呢 專區有聚弱效應 可以創造非常多的產值 但我要說 這是墮落的效應 所以他的這個 引起的這個效應 其實補典效應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那這個他們講的產業 就是二點五倍 如果一個觀光的病人 觀光的旅遊的病人 可以帶來二點五倍到五倍的產值 這個倍數的分數是什麼 是他的醫療費用 那麼你只讓他在專區裡面 他能夠賣到多少錢 他能夠消費多少錢 這給大家看就好 這個後面的醫師都會提到 還有再來就是 他們認為我們的 來台看病人是八百萬元 八百萬元一次 是八百萬元一次 他們說去年病房只佔了四十床 再來我們已經有辦了 那這些全部都是公益的醫療 他說我們看國際醫療 浙專區可以與各國縮短交通時間 哪一個國家不是這樣啊 大飛機就能來 還有三大火車呢 再來 你知道百分之十的人 我剛剛提過了 好 這個第二階段也提過 這個第一階段推動的內容 裡面我剛剛聽到 他要活化四障不是 特別是乳液手術跟活體肝臟移植 活體肝臟移植他們舉的例子 就是長庚的陳兆榮醫師 也是他的 所以他是在小型醫院嗎 好 一樣的 這個一樣 全台這剛好已經都提過了 類似的 那這個條例通過的時候 秉慧講應約寫 他事實上這些完全都空白授權 好 這個怎麼樣解除 如果講這個東西 包括股東那個人講 我只講一個就好 排擠健保的 其他的後面就秉慧會有提 我就不提了 他們認為連立法委都認為說 你這個做國際醫療專區的這個實體醫院 不跟全民健保特醫院 絕對不會排擠健保資源 我說難道健保資源只有錢嗎 他們講不會排擠是這家醫院 不跟健保特醫 但是現實所有的醫事能力 都必須從健保體系裡面移除 也就是說健保的資源體系裡面 還有人 還有設備 還有病床 百分之十的容額 他也是病床 他同樣要使用到 使用到這家醫院的設備 所以 我們再次跟政府講 也呼籲這些名義代表 你不要那麼單純好不好 不是像吳副總統講 你不要那麼專業好不好 你們不要那麼單純好不好 全民健保不是只有錢 這個是一樣 這個公司化的部分 還有空白受選的這個部分 那這示範 這個也是一一分 因為資料會給那個 這個主辦單位這邊 所以你的名單都可以看得到 我就不再補充 簡單的來說 自由經濟示範區 就是政府一邊唸佛一邊殺人 一樣的就是最簡單的common 這個是費用上漲的 我剛剛都有講的 做莊的去抓賭泰胸 就是說 如果國際醫療亂做的話 有人賣太貴 醫療費用上漲 你放心吧 我們不會嚴懲 所以我就說這件事做莊的 去抓賭泰胸 然後放獵狗的還是要看住狗 不要人一樣的道理 這個是院長剛剛聽到的那本書 再來 這是我們的最後common 它是只有產值沒有價值 只問經濟者不會消費者 資金管理者 而不顧醫療機場的一項政策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在從這個政策裡 去這個 作用名 這世界不會因為那些人窗壞事而不明 是看著這些人 在做壞事去袖手旁觀的我們 這個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 好 非常謝謝那個 我們 藝書長非常豐富的非常精彩的內容 不過大家可能聽了有點累 因為他才講太快了 不過還好 就大家一起提到說 其實我們接下來的 黃之翰醫師跟陳廷輝 這個職偉 他們都可以再繼續的 來發揮跟補充 好那我們就繼續來 歡迎黃之翰黃醫師 今天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黃之翰 我去年剛結束 在嘉義基督教育院的第一年 租醫院醫師的不分科租醫院醫院 至今區在醫療方面這個詳細的條文 等一下這個秉慧會詳細的跟各位介紹 那我主要是從這個價值觀 還有一些實際上一些理論上來講 為什麼我們醫療不該自由化 不該當成一個商品去販賣 不該當成一個刺激我們國家經濟的GDP發展的一個產業 來這樣子去運作呢 好首先這個剛剛這個西華有講到這個是 我們衛福部的評估報告 他說為什麼我們要推廣這個國際醫療 就是因為為了自由化國際化 所以我們要推廣這個國際醫療 那是不是這樣呢 那自由化是不是真的對我們的人民有好處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最近很多 包括醫院的高層或者是政府衛福部的人 都很喜歡用牛肉麵來比喻我們這個醫療 不只是 其實醫界很多人也一直很喜歡用牛肉麵來比喻醫療 我不知道為什麼 牛肉麵是台灣之光還是什麼 大家常常會說 說什麼健保讓我們這個醫療 好像一個便宜的牛肉麵 然後大家買一個進場 入場券就可以吃到飽 那最後就是一個 提供修過短話的一個牛肉麵 比如說像這次這個 資金局的辯論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高雄醫學大學教授 就是國際掌政成傑先生 他就說呢 全民健保提供全民修過短話的牛村麵 這是社會主義照顧普羅大眾的基本健康需求 民眾想要自費加個乳蛋啊加個牛肉啊變成牛肉麵 這個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差異環 這個差異環 剛剛西華已經講過根本的一個荒謬的一個詞彙 好 那醫療究竟是不是可以當成牛肉麵 各位覺得醫療是不是可以當成牛肉麵 當然不行 醫療跟牛肉麵差在哪裡 我們來講一個故事 這個一灘血這件事情 各位是不是知道 一灘血就是導致 不是說導致 就是讓我們目前有這個刺激醫院的一個 一個最主要的故事 就是當初有一個原住民的一個產婦 他可能是生產前好像陰刀出血 緊急的狀況 於是去找婦產科醫師 結果婦產科醫師跟他說 要先交八千塊的保證金 才能夠幫他醫治 結果聽說他就因為這樣 沒有辦法獲得他的治療 本死在街頭 於是我們就有一個直擊醫院 那我們就不管現在直擊醫院 是不是變成一個 也是跟其他醫院一樣一個盈利的醫院 這個我們就不管 好 至少 至少在目前台灣我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就算你多麼的討厭全民健保 你也至少相信我們台灣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就是我們不忍心 我們沒有辦法忍受有任何一個人 他生了重病之後 只是因為他沒有錢付得起這個醫藥費呢 他就必須要恨死街頭 沒有辦法獲得應該要有的一個 應該一個基本的醫療 醫療照顧 我想應該大部分台灣人不管價值觀是怎麼樣 都不會去反對這件事情 我們看看世界上各國是怎麼樣做的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罵全民健保這種 這種醫療制度根本就是共產制度 我們台灣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怎麼可以用這種共產制度呢 共產制度大家吃大鍋飯 最後就是走這樣崩壞 那我們來看看先進國家是怎麼樣 這全世界各個國家 灰色的就是沒有全民健保 或者是沒有公益制度 就是這種可以讓所有的全民 都可以得到這個醫療 基本醫療照顧的這個制度的國家 那這些綠色的就是 有全民健保或者是公益制度的國家 可以看到歐洲幾乎所有的國家 都有公益制度或者全民健保 還有澳洲、日本、南韓、加拿大 這些先進的國家幾乎 應該說所有的先進國家 除了美國以外 都有全民健保或者是公益制度 你要說這樣的一個制度是共產制度嗎 你要說這樣子一個制度 會導致我們國家走向滅亡嗎 這實在是太經濟直挖了 而且其中有兩個國家非常特別 還有更多會強調一下 其中可以叫做新加坡 大家都覺得新加坡是很自由的 很自由的一個 推崇自由市場的一個國家 雖然他們政治體制很專制 但是他們在經濟上 是很推崇自由化的一個國家 所以很多醫界的人士都很向往新加坡 他覺得這個 因為全民健保這個共產制度 讓大家都覺得 把醫療看得很廉價 可是像這個新加坡 他們的醫療體制是這個 就是政府強迫你儲蓄 你要為自己的醫療強制儲蓄 然後你生病的時候 用自己存的錢 來付這個醫療的支出 所以他們覺得 這樣子的人民才會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所以很多醫生都很向往新加坡這個制度 可是事實上呢 我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早在1993年 新加坡的這個 衛生政策這個 白皮書呢 政策白皮書就已經說到了 僅靠著市場的力量 並不足以將醫療支出獎得最小 醫療消防體系恰好是市場失禮的例子 政府必須直接介入 以架構及調控整個醫療體系 以避免醫療服務的過度供給並減少需求 我們看到這裡強調過度供給跟減少需求 當初就是這個 新加坡只有這個Medisave 強迫儲蓄這個醫療體系 可是發現 這樣子完全沒有辦法 去解決這個醫療的這個問題 因為有很多很重的很重的疾病 或者在你年輕的時候 就生了一個重病的時候 你根本還沒有足夠的錢 去付你自己的醫療體系 可是呢 我們現在的文明社會 已經不容許你因為沒有 付不起這個醫藥費 就橫死街頭 所以說最後 他們還是成立了Medisave 就是說如果你有 你有很重很重 要花很多錢的疾病 政府還是會幫你出錢 那政府的錢哪有 還是大家的稅盡 就等於台灣的全民健保的健保費一樣 還有Medifar 就是說如果你是低收入戶 你沒有足夠的錢 可以付你的醫療體制的 醫療費用的話 我們還是會用全民的納稅選 去幫助你度過這個醫療的難關 所以說新加坡根本不是一個 我們想像中一個非常自由化 非常一個市場化 把醫療方程存出一個商品 一個國家 這個新加坡還是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 全世界就只有美國這個國家 它是沒有全民健保的 現在就來跟各位 各位介紹一下美國這個國家 可是雖然說它沒有全民健保 它也沒有這個公益制度 但是它在這個醫療花費上面呢 卻導致的一個現象 就是它在醫療花費上 是所有現金國家裡面最多的 而且遠遠領先第二名的這個 應該說領先 遠遠超過第二名的挪威 這樣子這麼高的一個醫療支出 台灣在這裡 幾乎是台灣的三倍以上 這樣子這麼多的一個醫療支出 得到的成效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2011年的這個統計資料 如果用佔GDP 醫療支出在GDP的比來看 美國佔的百分之17.6 全世界臺灣低 那其他國家呢 都大概有6.6 台灣是6.5 在這些先進國家裡面 臺灣是倒數的 可是我們來看嬰兒的死亡率 嬰兒死亡率當然是越低越好 所以發現美國是最差的 美國嬰兒死亡率佔的百分之6 台灣的還稍微領先一點的 不過不過最近 前幾個月在Winset發表一篇 一篇文章說 台灣的這個 五歲以前小孩子的死亡率 越來越高 有一個越來 就是降低的趨勢有一個 跟國際上比較起來 有一個越來越進步的 沒那麼快的一個跡象 這是不是因為我們健保資源 投入不夠呢 這個是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件事情 那在預期壽命方面也是一樣 美國表現最差 不過台灣跟美國是一樣的 剛好呈現一個U型的一個 似乎是呈現一個U型的一個狀態 那接下來 為什麼美國花了這麼多錢 卻得到了這麼差的一個照顧結果呢 根據我們這個醫療經濟學家 叫做Victor Fuchs他的一個說法 其實雖然美國沒有全民健保 他是全世界所有先進國家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全民健保或公益之一的國家 但是他有所謂的隱性全民健康保險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在美國你超過65歲了 你每個月有Medicare 就是說你還是有這個保險 政府還是會緊付 那這個錢從哪裡來還是所有人的稅金 那如果你是低收入戶的話 你有Medicare 政府還是會給你這個保險 還是可以付這個醫療費用 那這些錢哪裡來還是大家交的稅金 這件事非常有趣 也就是說在場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沒有超過65歲 或者是你不是低收入戶的話 你要付這個健保費 可是你卻沒有辦法享受到這個健保的緊付 這是非常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那而且除此以外 如果你沒有這兩個保險 但是你卻生了重病 你還是可以去這個公立醫院獲得這個照顧 公立醫院還是沒有辦法拒絕 拒絕提供你照顧 這個是我們先進國家一個人道的觀念 這是應該要有一個價值 但是呢 因為體系是這樣子一個社區 設計的 卻造成 造成私立的醫院 一些營利的醫院 把這些重病的一些病人 推到這個公立醫院 造成公立醫院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美國人事實上他們要交的健保費 如果從這個 他們是用稅金的方式來交健保費 事實上是台灣人交健保費的兩倍以上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美國是一個 移民到了美國 你就可以不用幫這些 其他生病人付健保費 這是完全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好 像美國這種的醫療體系 就造成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雙重的 一個2-tier system 一個雙層體系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整個社會被分成兩個階級 其中上層的階級 他們是比較有錢 或者是生了比較輕的病 這個時候保險公司很願意去賣保險給他 因為他不會生什麼病 不會花很多錢 如果給他保險 就可以賺很多錢 醫院也很容易 很願意為他提供服務 因為他有很多錢 可以願意付出很多的錢 這些沒有錢 或者是生重病的這些民眾 就因為他生了重病要花很多錢 他就沒有辦法買到保險 甚至他到了醫院也不願意 所以營利的醫院也不願意治療 他因為會造成呆脹 那這些也不知道 跑到重力醫院去造成更大的一個支出 好 再來 醫療 如果我們真的把它撤離的一個市場 和商品化 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醫療究竟該不該 他當前一個營利試驗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 這個是醫療經濟學家 他這個Michael Postman 這個課本幾乎三到四頁就會提到他一次 他提出了一個說法 就是醫療是一個衍生的需求 我們並不是因為想要去開個盲腸 很高興所以才去開個盲腸 才去割個藍尾 我們是因為藍尾做得不好才要把它割 不是啊 我們是因為 我們是因為得了盲腸炎 危機到生命了才需要去割盲腸 我們是因為這個心肌梗症 所以才需要去做一個冠狀胞脈道道手術 所以說這個就是衍生需求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醫療跟牛肉麵最大的差別 我們吃牛肉麵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吃牛肉麵 當然是因為肚子餓 但是如果我們滿足這個基本的肚子餓的需求之後 醫療它 這個牛肉麵是一個商品 但是醫療卻不能當作是一個商品 因為它大部分都是一個衍生的需求 所以我們不能用一般這個市場的 這個經濟學的原理來看待這個醫療 再來這個是 諾貝爾經濟學講的這個 德主 他說醫療存在很嚴重的一個資訊不對稱 資訊不對稱的意思就是說 醫生的知識比定化還要豐富 那如果在存在這個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 就會使得市場上淘汰那些真正 真正有良心 真正知識很豐富 真正對病很好那些醫生 反而是利用這個資訊不對稱來賺取不適當的利益的這些醫生 會被市場給保存下來 會造成一個不效率的現象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根據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很有名的 1998年這個研究 因為當初在紐約的時候 有他們政府規定 醫院地區要公布他們這個心臟手術的死亡率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子會增加這個資訊的這個消費者選擇的資訊嘛 所以才可以選擇出一個 好的這個醫院 天上天不好的醫院被淘汰 可是事實上結果卻發現 在這些 這個資訊不是隨便亂公布 像我們政府一樣隨便打個小廣告 就說他有公布 他是公布在紐約時報等等 這個很大的報紙上面 結果卻發現只有12%的病人 曉得手術死亡率都被公開 然後只有不大1%的病人在手術前 已經正確知道自己外科醫師的手術死亡率 再來 原本預期病人應該會從死亡率比較高的醫生 跟死亡率比較高的醫院轉 像死亡率比較低的醫生跟醫院的現象並沒有發生 為什麼會這樣 好 再來我們發現醫療就應該不該 被當成一種商品來盈利的 我們看看實證的結果 是發現盈利的洗腎中心跟非盈利的洗腎中心 他們的花費是一樣的 並不會比較省錢 傳統我們的賈寶可能會認為 如果你讓醫院成為一個盈利的機構 他會想辦法節省成本 會節省成本 提供比較便宜的醫療符 事實上卻發現他花費是一樣的 而且更嚴重的是他的死亡率 會比非盈利的洗腎中心高出9%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台灣的 這個政大的年輕林教授做的 登在這個醫療技術最好的一個期盤上面 他說他用健保資料庫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台灣的盈利醫院就是社團法人醫院 他的死亡率比非盈利醫院高出2%到3% 這個各位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所以說醫療當成一個商品 當成去盈利的時候 他得到的結果絕對不是大家所謂的一個結果 再來這個 剛剛各位可以說台灣的結果不一定有代表性 那我們看看這個加拿大醫學會的雜誌 2002年發表他是一個統合分析 他總共統合分析了15個研究 樣本座非常大 包括了26000間的醫院 3800萬個病人的樣本 他發現私有盈利醫院的死亡率 比私有非盈利醫院的死亡率高出2% 這個研究有突映剛剛黃教育院長所說的 醫院本來就不可以當成是一個盈利的事業 應該要是一個非盈利的一個機動去進行的 好 那另外再來 不只是對病人的影響 對醫療工作勞工的影響也是這樣 我們剛剛這個 這邊也就發現私有盈利醫院 花在管理上的錢比較多 但是給護理師跟其他醫療人員的薪水卻比較少 所以各位 如果在場有醫療的人 或者是之後有收看掌播的人 如果有醫療的人 千萬不要妄想說 資金區裡面都是社團一些盈利的醫院 可以帶給自己多大的盈利 我們就先不管病人的這方面 就算是就醫療的人本身的 勞動條件來說 也不會帶給你很大的好處 好 這是美國的 這是呼應剛剛那個研究 大部分的薪水都是給這個管理階層 而不是給技術的醫療工作人員 好 各位這是最近很紅的新聞 那個江蘇省的這個中醫院 他為了提升護士的服務 為了提升護士的服務 所以 讓他們接受空姐的訓練 而且還要穿空姐的紙巾來上海 各位不覺得這很荒謬 可是 各位想想看 如果真的把醫療當成一種商品 把醫療當成一種服務業來進行的話 我們是 如果病人真的 真的希望 真的喜歡這樣一個醫院 那我們最後 最後的醫院 是不是市場上都剩下這樣的醫院 非常有可能 因為根據市場的原則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都希望 護士穿的這樣空姐 來為這個醫院 來為病人服務的話 最後一定會淘汰那些真正 堅守專業的這些醫院 這絕對不是我們 樂見的一件事情 好 再來這個是 這個是很有名的政治經濟哲學 等等 他太多這個太多 柏蘭林他說的這個 他說這個商品虛構 這是一個過程 就是你把一個本來不是為了生產 不是為了販賣 而去生產的一個東西 你把它拿來販賣 把它灌上一個名稱叫做商品 把它放到市場裡去販售 這樣一個過程叫做商品虛構 而商品虛構的這個過程造成了一個虛構的商品 比如說我們把醫療商品化的結果 醫療就變成一個虛構的商品 事實上不是商品 可是我們 大家卻會因為這樣一個虛 商品虛構的過程 在腦中就覺得這樣一個 東西是真正的商品 可是事實上它差異是非常大的 那這樣一個結果 還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會導致整個商品虛構的一個過程 再進入的惡性循環下去 最後導致整個民眾成為一個商品 大陸叫做一個結果 好 那我來解釋剛剛為什麼 那個紐約時報做的 紐約公佈那個死亡率的研究會是這樣 因為百分之七十的消費者 並沒有看到關於醫生質量的任何信息 百分之七十的消費者 依靠的是朋友家庭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 依靠的是他們熟悉的醫生 作為他們最信賴的來源 很重要的 信賴的來源 醫病關係最重要的就是 信賴養的字 一旦那個商品虛構虛構 這個惡性循環產生之後 整個 醫病關係就會順便被瓦解了 百分之七十六的人更願意選擇 一位自己熟悉的外科醫師 而不是一個高度評價的一次 好 那這是最近一個很紅的新聞 這個是台灣發生的事情 先講英國發生的事情 英國發生這個小肥比 因為他出生的時候兼藍產 所以那個婦產科醫師 生情急之下 就把他的手臂給他弄補著 讓他順利生產下來 那結果這個爸媽都很 很感謝這位醫生救了他們的小孩 跟他自己跟那個產婦一命 可是台灣最近發生這件事就是 也是一樣藍產 所以施行緊急剖婦產 結果呢 因為太緊急的不小心 割到這個小孩的耳朵 然後結果這個家屬就喊告 就說這個醫生真是沒有醫的 怎麼可以讓我們的小孩子 這樣得到他的耳朵去 同樣的幾乎很類似的事情 在台灣跟英國 卻發生這截然不同的結局 為什麼 因為英國是一個徹底公醫制度的國家 他們醫療去商品化的結果 台灣卻是 雖然健保制度表面上是去商品化 可是他整個營運過程 卻是鼓勵商品化的一個結果 卻導致愛秀蘭的利民關係 非常的惡化 好 這是社會的 好 那這個很有名的一個 德土醫師講的一個照片 這是在一個非洲 在蘇達這個地方 一個攝影記者看到這個 很可能的小女孩 後面有蜘蛛影準備要 要等他 等他可能 不止倒地的時候 就要去把他給吃掉 那是什麼 這張作品讓這個記者得獎了 可是這個 這個記者最後卻自殺了 為什麼 當然真的原因不知道 但是大家懷疑可能是因為他太自責了 因為這張照片得獎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很多人就批評他說 有時間拍這張照 為什麼不去救這個小女孩 為什麼他提到這張照片 就是 但是 我們醫療也是一樣 大家如果把醫療當成一個商品化的結果 商品化的結果 那今天 假設各位是一個醫生 今天病人來到我面前 他有危機生命的疾病發生 可是他沒有錢去付 他的一個醫療費 那這個時候你要不要救他 這個沒有答案 各位可以自己去想 但是 可是 但是兩條路仔細想想 都不是讓你已經很好受的事情 如果你救他了 就是 因為他付不起這個錢 如果又沒有全民建保 或者是公益治療的話 那你 家裡想完要誰來養 那如果你不救他的話 你很辛苦就他的話 你自己要良心譴責 最後會不會跟這個記者一樣 不知道 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各位可以回去想一下 好 所以至今去通過的結果 醫療商品 加速商品化 導致一個剛剛所謂的那個 惡性循環虛構商品 商品虛構的惡性循環產生的結果 就會撕裂台灣 形成一個雙層的一個系統 好 我們看到醫師事實 這是 所有醫學生在受保診檐的時候 都會講的一段話 我鄭重的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 為人類服務 我直接講 如果醫療過度商品化的一個結果 把它當成一個促進GDP的一個產業來 發展 會有什麼結果 醫師事實要改寫的 不是為人類服務 是為金錢服務 良心跟尊嚴也要 因為要蒙蓋起來 因為促進GDP才是最重要的 病人的健康不是最優先考慮的 而是滿意度才是最優先考慮的 醫學榮譽 高尚傳統認 都是要擋擦 最重要是財團的毅力 還有利益開業績才是最重要的 同樣也不是中低檢驗 而是競爭對手 千萬不要讓病人被別人搶走 這個時候 年齡啊 疾病啊等等 這些都會造成 醫病關係之間 非常大的一個隔閡跟惡化 再來 這一篇也是健康政策的一個很好的期盼 他就討論到了這個 Medical tourism 就是我們所謂的國際醫療 觀光醫療 會對國內的體制造成什麼影響 這裡提到這個 Internal brain drain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政府講的很好 因為我們的這個 醫事人員不斷在外援 在被國外給吸引過去 可是說要成立這個自經區 讓我們這些醫事人員 留在 留在 國內 可是這樣不是一個問題嗎 這樣也是一個問題 這裡提出了這個叫做 Internal brain drain 而如果 醫事人員被拉到國外去 就要 External brain drain 雖然說 成立自經區可以解決 External brain drain這個問題 但是就會造成 Internal brain drain 而且這個方法目前認為是沒有機制可以去預防的 那 難道 醫生不去國外 而留在台灣自經區 衛外國人服務 這個結果對我們人民的結果不是一樣嗎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好呢 就是完全搞這種事情 好 再來還有這個剛剛講過的 2T24層 就是雙層結構 會導致這樣一個不好的一個結果 好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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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強調一下 這個是我們政府它的一個衝擊評估報 專案報告 只是一個衝擊評估報告 它裡面說 初期你設置一到兩個專區 初期你 中期是什麼 沒有講 後期是什麼 不知道 而且是你而已 這也不是一個規範 只是一個報告 然後每區約200床 每區約200床 所以兩區就400床 而且還是約有 220床是不是約 也是約 所以說 這樣子一個報告 寫這麼籠統的話 完全沒有列入法堂裡 我們的管總名 卻在 一直跟民眾說 示範區的規劃 是允許可以有 國際醫療專門醫療運作 最多是200床 少於國內病床的2% 不會衝擊到健保機器 這種話都可以講出來 完全只是一個衝擊報告 沒有列在法條裡的東西 可以這樣子空口說來話 來欺騙台灣人民的 這個感情 這樣子說對了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 目前整個醫療體制的一個運作 完全是符合政治學上的一個鐵三角 利益團體就是我們所謂醫院的高層 他不斷的在利益輸送給國會 讓國會去進行一個政策的 來強制我們的行政部門 去推動一個 一個 一個這個 國際醫療 然後來利益輸送 回到這個利益團體身上 這是難以撼動的一個事實 好 那目前台灣醫療的崩壞 面臨的主要三個問題就是 醫療財團化 還有醫護人員勞動權利的不章 還有這個薪酬跟這個資源斷配的不公 那解決的方法就是要修訂 醫療法 納入老幾法決策民主化等等 那這些共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因為全民健保表面上是一個公共財 表面上是一個社會福利 但是事實上呢 它卻骨子裡是一個商品化 市場化技巧福利的一個體制 導致我們醫院不斷追求Costdown的結果 那產生了醫療崩壞 那今天這三個解藥 都沒有辦法吃到的時候 我們政府卻冒然的開放 去形成一個更強大的利益團 一個鐵神角 我們怎麼能夠不去擔心 這個醫療崩壞的情形 能夠匯對越嚴重 好 好 那這個 核心醫院院長 這個 講這個 這 閨院的這個瓶座公司 他講過一段話 我個人是非常的喜歡 但是其實看到這段話的時候 大部分的醫生都是五味雜誠 他說 他很盡興在核心醫院服務 這裡的醫生呢 時間上比較充裕 並不會有病人處的壓力 我們每個病人都會好好的會談 在沒有時間壓抑的情況下 通常可以談得比較順利 好 那目前台灣除了核心醫院以外 全部都產行醫師績效分紅制度 也就是所謂論見績效 在這種情況下 比較會扭曲醫師的方法 顯然在這裡當醫師 比較容易當個好醫師 病人想要的最適當的事 不見得都是要做大手術 或者要做複雜精密的檢查 看到這段話 其實當然 心中其實 大部分的年輕醫師 看到這段話都是五味雜誠 當然一方面 覺得這樣子當然是很好 可是心中也會有怨恨產生 就是 我們受醫學教育 一路上這樣栽培下來 都要告訴我們要有醫德 要對病人怎麼樣 很好 大家其實對醫療 還是有一種熱忱存在的時候 可是 一旦出了社會 進到這個 所謂裁盤醫院裡面 卻發現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醫院 除了核心醫院以外 都產行這樣子的 醫師績效分紅制度 我們整個健保 整個在市場化 商品化的情況下 去讓我們醫生 互相的競爭 使我們醫的 沒有辦法真正發揮的結果 其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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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醫師的 這個內心是非常 非常的這個 無味雜誠 所以我在這邊 也這個 跟這個 代表年輕醫師 跟這個黃大夫院長 對話一下 可是希望這個黃大夫醫師 可以站在我們 這個 年輕基層醫師的 這個 這一方來 共同跟其他的 醫院高層 以及我們的 政府 政府這個 這個藍恨 不講理的這樣的行為 來對抗 那我的演講 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各位 我想今天黃院長 坐在這邊就是 要站在這裡 跟他大家一起來對抗 這些 不合理的制度 好 那個謝謝 這個黃醫師 我想剛剛 其實三位都一直 傳達了一個非常 重要的基本的核心 價值 就是醫療主席 應該是一個非盈利的 應該是為我們那個 人民的醫療人權而努力的 那麼 而且這個 如果是商品化的話 會造成的結果 怎麼樣 造成這個 醫療的品質變差 造成勞動條件的品質變差 等等 那這一方面我想 因為醫療跟大家 每一個人的這個 生命福祉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補助主辦 待會 安排了四位獎主 我們可以充分的了解 這個醫療的景氣 納入資金區 納入這樣的自由貿易體 之後 它的危險 它的危機是什麼 當然我想大家也 一定會想要問說 那我們應該怎樣 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怎麼樣 改善現在這個 根本的問題 而不是 而不是藉由 所謂的自由貿易開放 像這樣就可以 出生我們的醫療品質 或是我們的醫師的 勞動條件 那這個 這個是不是 根本也是一個 虛構的 虛構的夢想 好 接下來我們來歡迎 這個陳比輝 陳執 主委 我們還是院長 歡迎他 好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 醫師勞動條件 改名小組的執行委員 然後我同時也是 太北人總的實習醫師 然後我現在 就是養名醫學期大集 這樣 我馬上就要畢業了 那 我會站在一個 基層的 醫師勞動者的 角度 然後來看這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 或者是他背後所代表的 這個 醫療商品化 對我們的影響是誰 那當然從這裡面 我們也會 你知道 就是對於 成為一個基層的醫師勞動 有很多問題 會有非常多的時間 每天都會跟 病人或是病人的家屬面對 所以 其實對我們來講 關心我們的病人 或病人的家屬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會 去談到 關於 對於一般的病人 或是病人家屬的影響 好 那 首先先講到一個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要是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國際的病人來台灣 無論是中國的 或是其他國家的病人來台灣 接受台灣的 無論是健檢 或是醫美 或是一些 一些治療之類的 軍人治療 他們的疾病之類 這件事情其實在台灣 早就已經出現了 那大概從2007年 然後開始推動 國際醫療之後 其實這件事情 一直都還出現 那其實 然後目前現在有一些 關於國際醫療的一些規範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實質上在出現的 但是 我們會看到的事情是為什麼 這一次我們針對 資金區會有很大的反應 其實我們要講到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 在資金區中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條文 那這個條文 其實是會 讓我們會覺得 資金區會讓國際醫療 或者是讓這個 又透過國際醫療 來 來達到 賺錢的 盈利的這樣子的一個 觀光醫療 這件事情 會被推廣更加的 徹底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到 自由經濟示範區 特別條例草 特別條例的草案裡面 其實它的條文 有講到說 在第49條 它有寫說 設立國際醫療之共 醫療社團法人 不受下列的限制 這個限制是 醫療法的第49條 跟第50條 還有他們底下的規定 那我們接下來 就要進一步去看說 這個所謂的醫療法 或是所謂的 醫療社團法人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 那這是醫療法的條文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醫療法條文 對於醫療社團法人的規範 那首先第一個 讓大家看到的事情是 呃 這個 就是醫療社 我們看到這個第二項的地方 他說 醫療社團法人們 以社員五萬出資多寡 均有 沒有 是下一項 醫療社團法人得於 張成中明定 社員按其出資的保有 對於法人之財產權利 並得 將其持份 全部或部分 轉為第三人 這個的意思其實是指說 今天我作為醫療社團法人 我只要在這裡面我有投資 然後我有出資之後 我們可以按照出資而 去平均分配 醫療社團法人 透過醫療行為 也就是 有人進來住院 或有人來看門診 然後我這個醫療社團法人 所設立的醫療機構 賺到的錢 我可以平均分配給我的社員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在台灣目前 雖然我們說台灣目前現在的醫療 大部分都是非營利的 可是在這裡面有一些醫院 主要是中小型醫院 這些醫療社團法人 其實他們是可以營利的 好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大部分的醫院 其實還是非營利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的這兩個條 就是在資金區的條文裡面 要把它 就是不適用的 就可以讓它不受這些條文規範的 這兩個條 其實非常重要 我剛剛說醫療社團法人 主要是中小型醫院 為什麼醫療社團法人 主要是中小型醫院 因為第一個 醫療社團法人裡面的法人 醫療社團裡面的 就是醫療社團法人裡面的社員 當然許多人說社員 他不可以是法人 所以你必須要找 每一個真實的自然人 就是一個一個人 進來醫院 就是作為投資者 所以你不可以找長庚醫院 或是你不可以找某大公司進來 因為那個某大公司是法人 法人是不可以作為醫療社團法人的設備 所以這第一件事情 是會讓醫療社團法人 大部分都必須要存在 只能夠變成是中小型醫院 因為他的募資會有困難 他沒辦法變得非常非常大型 那另外一點是 你可以看到他對於法人的 就是所謂的醫療社團法人裡面的董事 也有做限制 他說醫療社團法人是董事 以三到九人違憲 然後其中三分之二以上 還要具備醫師或其他醫師的名字 那進一步他也規範說 外國人充分的董事 然後他人數不可以超過 總名人的三分之一 而且不可以當董事者 所以你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在這個所謂的醫療社團法人底下 其實他們比較像是 比較不像 當這些會犯鬥在的時候 他比較不像是一般的公司 他比較像是合作社 也就是今天我作為一個 醫療社團法人 然後我設立一家中小型醫院 在這家中小型醫院 可能有很多資深或資深理事人員 他們可能會具備有社員的身份 或是董事的身份 然後他們可以一起在這家醫院裡面工作 然後當然他也可以去評分他們 就是透過醫療成功所賺取的 所賺取的利益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當然今天把這兩條 第一個 第一條是法人不得了醫療社團 法人去社團 還有第二個 對於醫療社團法人董事身份的限制 如果我們把它拿掉的話 你可以想像的事情就是 真正去限制 讓醫療社團法人不像公司 而像是合作社的這些條文 都被拿掉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今天在台灣目前 主要的 目前現在存在的法人 主要就是醫療社團法人 所謂的財政法人 那你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今天把這兩條拿掉 然後讓在自信區裡面的醫療社團法人 把這兩條拿掉之後 其實它會變成非常適合 也非常方便這些醫療社團法人 在自信區裡面進行 盈利的醫療 等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講到的事情其實是 今天自信區的條文裡面 這條製作也這麼重要 其實是因為 它會讓盈利醫療部門 因為在自信區裡面的 醫療社團法人 它的業務量增加 而變得更加的拓張 那我們現在進一步要看 我舉這張圖 我們可以問的事情是 今天盈利的醫療 因此 盈利的醫療部門 因此過張會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這家是一家的醫院 然後透過一個像工廠的 工廠的生產線 然後不斷的 透過服務病人的過程中 然後賺取醫院 然後這些醫院 都留到大樓盤回來 可是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 上面寫community health 他說的事情是 當今天盈利醫療部門 不斷的增 不斷的過張的過程中 這些非盈利的醫療部門 他們就會相信之下 變得更加萌索 那它有可能會去影響到 我們的其他的 就是非盈利醫療部門的部分 那所以接下來就要看到的事情是 所有對於資金區的醫療 的討論 其實我們都要講到的事情就是 就是對於公共醫療資源的抬擊 我這裡不去講 所謂的 對於健保資源的抬擊 因為我們知道的事情 就像剛剛西華講的 就是今天 我們今天在講 對醫療資源的抬擊 怎麼會只討論到健保的錢呢 因為還有非常多的東西 其實跟錢 是錢以外的資源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 是在這裡面 資金區的條文裡面 其實它有寫說 第一個是文山的 它有寫說 今天在這裡面辦理 國際醫療機構的 醫療社團法人 它必須要繳納一定部分的特許費 作為健保財政的益處 第二件事情是 醫療法本身有規定 醫療社團法人 必須要提拨10%以上的錢 然後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提拨20%以上的錢 作為營運的資金 但是你可以想看到 比如說剛剛志漢講過 志漢講過的事情是 這個每個國家都有特許費 和這個特許費 最後到底有沒有辦法 做到真正的事情 有沒有實質的建構 很多國家看起來是影響 甚至我們去看到 這個其實也很像是特許費 就是說 他說要提供10%以上 辦理嚴重發展的財培 去健康教育 醫療重置 社區醫療服務 以及其他社會服務 事項的進程 但是你如果去 之前有去追 伊達會的新聞 伊達會告訴你的是 無論是財團法人醫院 或是社團法人醫院 這些10%以上的錢 都會拿去做什麼 比如說社區醫療服務 他們把社區醫療服務 拿去做為醫院 去跟社區打工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這個東西到底 最後有沒有辦法被動 在真正重要的地方 有沒有辦法去做 那個公益的細節 今天 今天 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 在市區裡面 醫療沒辦法公私化 醫院沒辦法公私化 醫療社管法人 本身雖然他可以 他可以盈利 但是因為這一條 所以他也是 他也是非盈利 大家相信這件事情嗎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就是台灣的醫院本身現在 不是在講自信區 台灣目前現在醫院的 醫療社團法人 他本身他就 已經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那你為什麼會去期待 我們所給他講 就是 我們為什麼會期待說 他在自信區裡面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 這一步我們提到的事情是 呃 對於公共醫療資源的牌子 其實並不只包含錢 當然這裡裡面也寫說 他不可以是全民健保的 特約醫療的服務機構 那但是我們也要講到的 陳醫師其實是對於 比如說剛剛講到的 對於硬體設備 對於床位 對於醫療人員 這些的牌子 其實這些軟體層面的東西 可能才是我們認為 最重要的東西 那在這裡面 第五十一條他寫說 他基本上就要寫說 他就會去限制這樣子的 限制這樣子的 那大家自然有想過 呃 我們目前相信他好了 我們雖然說 他完全沒有在這裡面寫 他完全是一個空白書 但是 會不會出來掛保證書 他們初期只會做到什麼 那我們看到的是 他初期會說 他會設計一到兩個國際健康產業營區 然後每區大概200重 然後每區大概會用到150 所以大概會用到250 然後區外的醫生 如果去支援的話 每週不可以超過20個小時 那你也知道 一周期遲才168個小時 或包含睡覺的話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不睡的話 這樣也至少有8分之一 8分之一的時間 那我們先不管 或許先答他視為是有效的 如果你在更吸引他一點 所以他真的會 好好管這個狀況的話 但我們也要說的事情 其實是 他其實無論如何 他還是 無論如何 無論他就說這個 影響這麼細微 其實他還是排植到了 台灣目前的公共醫療資源 那這一幕我們看到的事情 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其實這個都是在講 在 至今區裡面的實體專區 也就是在至今區裡面工作的狀況 才會受到這個規範 但是我剛剛講到的 衛福部一直在 衛福部還有 就是他們在對國際醫療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講 一個東西叫前電工廠 前電工廠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這下面就是他們 他們自己所提供的 原住訴訟 他說國外的旅客 經過一些解放任務成立之後 就會來到台灣的 比如說國際機場的 國際醫療的服務中心 對待 這在台灣目前下已經出現了 他把這個東西叫前電 然後在這裡面可能做了一些初步的 然後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醫療社團管人在這裡面設 然後做了一些初步的 比如說門診 或是什麼之類的 去做一些櫃台 櫃台或是門診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之後做一個接送的服務 然後把它轉到國內的裡面 而魏福部跟你講的事情是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規定 全部都是直接的 但是這裡面的規定 你沒有辦法再繼續去裡面看 他不是再繼續去裡面的討論 魏福部說 他說基本上這個目前現在在 目前這一塊就是目前現在 現在推行的 所謂的國際醫療規則 所以 這一部分的規範 其實目前現在有 他說 以既有39家醫療院所做為 第一階段的國際醫療法 並 並未改變現有 以十分之一床 做為國際醫療規則 所以你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今天 我們在講實體專局裡面的 所謂的第一類示範 第一類示範 第一類示範的產業 它確實有 大家魏福部所說的 可能會用到200個醫生 然後占掉400床 然後去支援的醫師 不可以超過20個小時 這樣子的規定 但是對於 所謂的後廠規範 基本上是套用目前現在的規範 那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他們現在的規範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到底多不多 十分之一的量 到目前 以我目前現在來看 它到底會做得多少時間 要衝擊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20... 魏福的資料 魏福說 2019年到2013年的 國際醫療服務的職務站 你可以看到 無論是門診或是註證 即便是2013年 大概就在裡面註證 所以它倒數一次 如果今天 因為 如果今天因為 資金區裡面的醫療社團法人 可以以利 而且變得非常方便 可以擴張 這件事情出現之後 讓國際醫療的 無論是註證 或是門診的量 增加到十分之一 你絕對影響是什麼 現在只有不到1% 甚至這個人 你可以以他的不到 你覺得如果真的做到十 如果真的變成 10%的時候 你覺得影響會有多大 你覺得 醫生的數量會有多大 你覺得病床會有多難排 你覺得門診 會受到什麼樣的症狀 這個絕對不是所謂的 我也不是說 現在就有規範了 所以我們不用去理他 因為你做了前面這麼多 我們在 剛剛 在市區裡面說的 對於他們 做了這麼多的讓步 讓他們可以更加的 去促進這些 在遊戲醫療專區裡面的 醫療社團法人的 推動 你覺得數字還會成為怎樣 絕對不可能 那進步我們看到的事情 是在資金區裡面的 第五十條醫師說 他可以開放國外醫師 那在這裡面我們也講到 其實 剛剛所說的 今天會進到 今天會進到資金區裡面 直接工作的醫師 大概是200% 然後 如果你今天去進步 看到大概去支援醫師 他也會有所限制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在這裡面 當然要做的第一個澄清是 基本上這個 因為他們的條文寫法 他寫說 就是庇護外國醫師 外國醫師 那因為 目前現在的憲法架構 所以中國並不是外國 然後 另外他也寫說 香港的破澳 那你可以如果去進步 看到書名的話 他其實告訴你的事情是 他們是最愛開放國際 外國醫師人員 規復部的承諾 並不是要去 找人家的老公來 來資金區裡面工作 他的承諾是 他要去找一些國際的名醫 然後來台灣 然後進行合作 然後吸引國外的病人來台灣 因為如果 國際的名醫來台灣 在台灣的資金區工作的話 有可能 國外的病人就會 因為他認識這個醫生 所以他就來台灣 接受醫療 所以我們要看的 第二個問題其實是這樣 從這個 開放國外國醫師人員 你可以再去想到一件事情是 誰會在資金區裡面工作 或是誰可以在資金區裡面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 是資金區利益的 我現在要講 是資金區利益的分配的階級場 我很多同學 或是我看到很多人 網路上的人 或是很多我身邊的人 會跟我講說 欸醫療商品化不好嗎 如果醫療商品化的話 醫師 我們進去資金區裡面工作 雖然我們覺得 這對民眾不好的意思 但是這不是可以讓我賺很多錢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們別想 到底誰可以進去 我們會看到最可能可以進去的 大概是一些高階的醫師人員 那些高階醫師人員 他能夠進入資金區裡面 去從事高階的工作 然後獲得大多數 營利 營養物擴張之後 帶來的經濟報酬 而我們 就是這些基層醫師人員 大概是沒辦法進去 或是只能夠去支援 或是去做一些相關 比如說 我的老師在 在資金區裡面 然後把病人收進來之後 然後把病人轉到後牆去 然後我幫他照顧 大概類似是怎樣 所以你去做相關的一些工作 或是 然後同時間你會看到 剩你的 比如說他還是吸引了一部分 或是進去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的 你在屬於 你還是在一個非營業的醫療不能底下 然後你的非營業的醫療不能 不斷的納縮 人一直跑出去 然後大家都不留下來 然後我就會看到 我的老闆不去 那大家會說 沒辦法 誰叫你是基層 然後你只要技術變好之後 就可以變高層 我要跟大家說的是 如果你進去醫院裡面工作 你就會發現 所謂的高層 高階機器人員 跟技術不一樣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比如說我在那邊有種 實習的時候 但這個錄影 我還是照講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很多病人 目名而來 想要找主任開刀 可是主任一定到處比較好 主任有時候 主任很老 可能有一些很新穎的手術 比如說腹腔鏡 或是打危機 他一定不一定會開 可是今天病人來找主任 主任還會說 那我幫你開 然後到最後就找年輕的主治醫師 把他開關 病人不會認識這個年輕的主治醫師 病人的錢 也不是給這個年輕主治醫師賺走 病人最後要送鳳梨酥 不是要送水果 是送連主任 病人根本就不知道 那個年輕人是誰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在這裡面 即便你說 我把技術練好 你不就給進去了嗎 只要你的技術不練好 不能進去呢 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是 這可能跟技術有關係 好 第一步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哪些人可以進去 資金區裡面消費 你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他在一個醫療上文化如今 底下一定是 花得起 花得起 那些錢的人才可以進去消費 所以一定是高射精地位的民眾 才能夠進入 自由經濟師盤的消費 而且我們今天想 剛剛講到的 我也不斷承諾說 我們要把台灣的醫師留下來 你把台灣醫師留下來之後 誰能夠看到這些醫師 或者是他一直想說 我們讓資金區作為 台灣醫療產業的領頭羊 然後去發展很多高階的 高階的這些引擎 比如說剛剛 你喊到說 這些東西到底誰能夠享受到 今天台灣的這些高階的醫療 有不斷的進步之後 誰能夠享受到 當然是這些能夠進去 進去的人啊 至於低射精地位的民眾 根本就不可能啊 而且你還要面對的事情是 當今天更多人進來的證明之後 你的非醫療的醫療不能不斷納縮 然後在這個狀況底下 勞動條件就惡化 就綁到醫療品質繼續而同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這裡面有非常嚴重的結局差異 我下面你這段文字 我唸給大家聽 就是台大醫療創傷部 我只是成立處理名 他講 他的投訴所行的 他說 自費醫療代表的是階級不凡的醫療 有錢人將用金錢製造嚴重的醫療階級 原本薪資相對偏低的醫療工作者 在自由市場的驅動下 很快會往自費醫療前進 最後有辦法的人找自費醫生 比較沒辦法的人只好看健保 找健保醫生 社會與醫療圈 將被分為兩局 原本堅困的醫療勞動環境 將加費落在平行清分 較弱勢的醫療工作者身上 醫院經營更往自費進行 被分群莫的弱勢病人 更難找到好的病床去做 將加速醫療循環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剛剛講的雙層行動 就是會造成這些基層 作為一個基層 我們先不討論到底誰能夠進行好了 假設我們今天做一個醫師 我們今天討論所謂的 我面對的醫療商 也不知道說面對自己的基層 或是符貌這樣子的推進 我們要怎麼要面對 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是其實 你們面對的是一個 來自於非營地部門的 不好的狀況 也就是所謂的惡化療症 我們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醫師每週工作時間 比如說實習醫師 我們之前調查是88個小時 然後住院醫師可以到每週100個小時 而每週只有168個小時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我們的樓可能非常的惡劣 而且在資源不足的 以像我們要照顧這麼多的病人 尤其這些病人 你只要認為他有需要 我們就照顧他 所以這個照顧真的非常的嚴重 面對這樣子惡劣的勞動條件 我們有可能 我們有些人會覺得 那大家在這邊幹嘛 我們幹嘛這麼累 然後又這麼的不值錢 我為什麼不去做 能力的醫療工作 我為什麼去做醫美 去做自費醫療 為什麼不去中國工作 為什麼不去資訊的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的 可能是我們可以看到 有比較好的經濟辦法被吸引 而且當今天 今天醫療商品化之後 這些病人即使他沒有 就是即使他有需求 但他沒錢 但我也很早把他 反正你出不起錢 所以我沒有到路面的討論 你可以很 你可以很 就是你可以很很很 現實的去加速 但是 我們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這樣子的邏輯 這樣子的拉鋁 其實是讓醫療人 在這裡面非常的辛苦 因為其實 在非營利益醫療部門裡面 我們才可以保有 醫療專業的核心價值 我們才可以根據 醫療專業本身的判斷去決定 病人到底要用什麼東西 到底應該要怎麼處置 可是在營利部醫療部門裡面 你會看到的事情是 為了要為資本 為了要讓老闆可以賺錢 所以我們會去失去 醫療專業的核心價值 我們會發現 能不能賺的這些事情 會去影響到我們的專業盤面 在這裡面我們會說 其實在非營利益醫療部門裡面 我們會避免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你可以去看說 到底是誰在討論 到底是誰在討論 或是誰又在推動這些 資金區什麼 這些有的沒的過的東西 你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大部分都是一些 醫療專業階級中 最商量的一區 也就是所謂的大部分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我們或許會面對這樣的壓迫 你就會想說 我們想要跑到醫療醫療部門去 可是在營利益醫療部門裡面 也避免到資本經濟階級的壓迫 醫美診所的老闆也會逼你 要做到一定的業績 他也會逼你說 他也會逼你說 你一定要 他也會逼你說 你要看說到結束的很明顯 所以其實 即使你逃過來之後 其實還是避免到類似結構的壓迫 而且甚至我們必須說 其實醫療專業階級 跟資本經濟階級 有時候根本就不好了 或是他們兩個是同一個人 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這是衛福部所寫的文章 他說讓台灣醫療變成國際理台 然後他說 他說你知道中國大陸光光特效台灣理由 絕對不會錯過什麼呢 他說台灣技術 價格又實惠的健康檢查體力沒整數 只要看到價格實惠 你們都會跳著 因為他告訴我們的事情是 台灣目前 他現在告訴我們的事情是 即使今天我們想要去做國際醫療 想要去把醫療服務買給外國人或是中國人 我們最能夠 我們最能夠依賴的部分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醫療而影響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的事情是 即使今天我們去做 比如說他只講說 台灣醫療技優質費用相對合理 然後不是行為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招來很多的人 很多的國外的旅客 然後來台灣進行公共醫療 然後來台灣接受醫療服務 而且台灣在基金區做的醫療服務 還可以很便利 或是還可以很便利 還可以很便利 那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其實基金區這件事情本身 或是國際醫療理由的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醫療專業跟資本階級的 經營階級互相合作 我們會以為說 資金區 我們進入資金區工作以後 可能就可以永遠壓榨 但是其實它還是不會壓榨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只要你都把醫療是能降低 然後我們可以去競爭 它可以讓服務的 它可以讓商品價格更多 你就可以爭取到更多的領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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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其實是 我們要去問大家一種問題 就是說 你覺得醫療服務是公共服務 還是商店買的嗎 我們當然在講商品化跟市場化的時候 它代表了 對我們的醫到醫生 比如說我們要問的是 醫療服務是不是商品 今天如果醫療服務是商品的話 你就會看到門診的病人跟你說 醫生我把A跟B跟C 但是其實你認為他需要的 或是你認為他什麼東西都不需要 你還是要賣給他 因為他是商品 只要他出得起錢 只要他願意買 你為什麼不賣給他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所謂的醫療專業 將會被盈利的 資本的盈利考量 給干擾出去水量 或者是市場化 市場化所說的事情是 醫療服務的供給跟需求 該不會再交給市場決定 比如說我們今天這樣講 今天做一個醫師 你在急診室 然後有一個病人 很有錢的病人 他被蚊子養到 或是他被蟲養到 他跟你說 我付10萬你先看 但是旁邊有一個病人在急救區 然後他被車子撞到 比如說很多機關都受傷 然後有生命危險 你付10萬 我付10萬 那你不接受 那我付100萬 你如果看到他是市場化的話 他代表的意思就是架高者 如果今天是一個 徹底市場化的機制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是 你應該要去醫醫那個被蚊子養 他才做得起錢 你去醫那個蚊子養 被車子撞死 有什麼意義呢 那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其實這樣的東西 對於醫生 或是對於病人 其實都不是好事 那我們甚至必須要去思考的事情是 今天我們都在想說 要去發展醫療產業 要去促進他的GDP 你可以想像的事情是 今天GDP作為醫療體系發展的指標 它代表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想像的事情是 比如說GDP什麼時候會成長 比如說我舉例 就是今天台風天的時候 今天台灣有風災 然後有一些人房子被口 然後這時候 他房子被損毀之後 他等於就會有 新的需求出現 他要重建 他要重建他的家裡 所以這時候 經濟學院情報問我們說 你會有需求增加 然後有人去把他帶股子 他出了幾錢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商業教育出現 所以GDP就有增加 那醫療產業是什麼 是有人生病的 所以台灣就是有越多病人 有越多醫生 有越多醫院去治療 越來越多 越來越常見 越來越多的病人 然後去讓每個人都生病 然後有一個醫療產業的確定 就會增加 這是我們醫藥的東西 我們可以 我們剛剛講了非常多 所謂的商品化醫療的問題 我必須要說 其實為什麼必須要一直想要這些東西 其實是因為 我們剛剛說的 在所謂的最近醫療部門裡面 有非常多的困境 我們要回頭面對這個困境 才可以解決 讓人不想要走到 一個醫療部門 這樣子的一個事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其實 之所以醫療的體肌會出現 過去其實很多時候 是因為人的勞動產業 而到底是誰 在反對勞動承擇 誰在阻擋勞動條件的防照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比如說醫院的大 比如說衛服部的長官 那時候還是衛生主 石聰亮他就說 比如說當今天我們要說醫師 媽媽療機法的時候 他就說 欸這樣會關床 而且會關到八萬床 八萬床 他會跟你說 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會關床 可是當今天要說國際醫療 要找有錢的病患來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欸你沒有啊 醫師的病部 所以你看到的事情就是一個 非常自相矛盾 自打嘴巴的一個論述方式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他告訴你的是 你如果今天要討論勞動條件 不好意思 你的力不夠 如果今天要討論 要把醫師輸出 往外去賺錢 欸能力過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他們面對匯癒力部門 他會跟你講說 醫師能力不足你要共有時間 然後對匯癒力部門 他會跟你說 醫師能力過 現在要往外行銷 然後他 當你今天是勞動條件 他會跟你說 你不要計較這些工資跟薪資 你的工作很神聖 然後要引力農的意念 不要計較這些工資 可是當今天他面對 要讓醫療變成立場 他跟你說 他是賺錢給你了好神秘 我們不要只局限於健保的市場 你要去做很多自費的有錢 為我們國家賺取局面 我們回頭再進步 去面對醫療的貧困 我們會看到說 其實另外一件事情是 比如說本來就有說過 他說 比如說所謂的特許貝這件事情 其實也要去抑注 所謂的全民健保財政權 我們會看到的事情是 但是全民健保產生困境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 其實我們要講的第一件事情是 就是錯誤的全民健保保費 我們的二代健保 我們的二代健保 有真的 真的是原本所想要的二代健保嗎 是不是所有的有錢人的 所謂的補充 原本要做家戶所得的 但是最後變成補充保肺 這樣子的一個 有虛的狀況 有沒有真的去徵收到 那些我們應該徵收的保育 然後去擴大我們去 增加我們的健保 去改善我們的健保財政權 完全都沒有 你可以看到的是 今天病醫師會過 或是全民健保產生困境 其實是因為有非常多的 醫療序律是被創造出來的 醫療序律為什麼會被創造出來 我們剛剛講過的 是 當今天醫師跟病人之間 有非常高度的 姿勢不對勁之後 醫療序律上有非常多的醫療序律 供給多發需求 醫師會 因為某些原因 然後去誘發病人 讓病人覺得自己生病 或是讓病人覺得自己的病 非常嚴重 至於他必須要接受到 非常多的醫療 為什麼醫師會有這樣子的需求 是因為 比如說BBS制度 也就是剛剛所說的 一個類似業務的那種狀況 醫體新高報純 這樣子的心肌制度 或者是說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的 是你在健保的幾個制度底下 當他今天結合了總額制度 還有Fibon Service 論量計手降的制度底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醫院本身 也面臨到一個求求求進 他也會必須要不斷的去促進 醫療輸入的增加 那進一步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你可以看到 這個部份常常會面對到 比如說食安風暴 或是你會看到有核四什麼之類的 你看到是我們的社會環境 也不斷在製造疾病 這些都是讓我們的 全面健保才能困境不斷的惡化 然後同時醫療的 醫療養育能力不斷惡化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講到 真的要回歸到醫療體系的困境 然後你要進行掌握說 你必須要回去面對到自己的困境 要是解決這些困境 這些困境 大部分都來自於醫療專業界 跟資本性界界的一種壓迫 我們要去面對 然後跟調性保障的缺乏 我們要去面對這些被創造出來的醫療訊 然後面對這些製造疾病的社會環境 要fix這些東西之後 你才能過這些困境的問題 而不是去調一個資訊處理 我們今天要去跟我的同學 或我的同學 或我的老師們講 我們今天去擁抱所謂的盈利的醫療 其實我們只是在從資本階級 專業階級跑到資本階級 它不會是一個淘汰的答案 而且今天我們做這件事情 其實會跟社會大眾的一個利益的配合 我們會發現醫師沒辦法跟社會大眾正在一起 因為你的考量都只有你自己 沒有去想到身為病 或是代表病人窮的社會大眾 所以我們會希望能夠做的事情 是我們希望能夠找到醫療的同學 不要再去往所謂的盈利的醫療去偏繫 要去真正要跟社會大眾一起去揭開醫院 感受健康背後的這些問題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 很快做這個東西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是我之前在中山醫講 在講福茂的時候 底下的一個老實 一個師長 一個基階 他也是在推中山醫 好像在推醫院的回擊醫療 他跟我講說很多時候 醫院經營者其實也很兩難 他如果他們面對到財務的壓力 他必須要去推廣這些 他認為其實可能 對於具有醫師身分來講 也是錯誤的這樣子的醫療的商品貨物市場 然後我跟他講的是不是 如果今天你真的 今天我們確實認可 有非常多中小人業 其實有面臨到醫療財務的風景 如果你今天真的面臨到醫療財務的風景 而且這個醫療財務的風景 其實是因為這個社會造成的 比如說是健保之類的 我是醫師勞動團隊長的校主 我們上過的街頭 我們上過的街頭 還有我們開過會非常大的多次 為什麼我們的老師 如果面對到 我們的師長面對到這樣子的一個錯誤的 回家社會總共或是健康防禮政策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跟社會大總共 說全民健保的制度必須要難免 說國家社會機構必須要被難免 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做 為什麼我們的師長 不可以跟我們一起下來 我們為什麼不能一起走上街頭 去跟社會大總共同 而我們會去用商品化或是市場化的 這樣的能力的醫療去想要妄想 可以自己的問題 我最後要講一句話是 如果我製造疾病的社會 國家社會結構 健康防禮政策是一種錯誤 而醫療轉向鼓勵變成市場化上的話 是另外一個錯誤 但如果錯誤無理不錯誤得到 只有什麼 他不會幾個問題 他就讓問題更多 謝謝大家 我要講的是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其實之所以醫生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 會面對到這樣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他們來面對來自 非醫療的醫療部門裡面的老公表現的問題 所以他們會面對到這麼大的壓力胖 他們希望能夠走向醫療的醫療 希望能夠解決問題 可是我們知道這不會解決問題 但是如果僅止於反對 不會解決問題 所以真的要解決問題 必須要回答 所以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最重要的事情其實是 我們必須要去改變 基層醫師的導入條件 必須要去證實它的狀況 我剛剛說 一百六十八個小時裡面 一百個小時或是八十八個小時 都待在醫院裡面 是絕對幾個小時 因為幫不了解決問題 那我們 那既然這邊 就是有核心音樂的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邀請法院長 跟我們一起做出一個選擇 我們希望能夠本於對於醫療公共性的支持 希望大家能夠醫療醫師的導入條件 兩個小的一起去面對 基層醫師的女的導入條件問題 因為只有反對而沒有建設 其實是不會改變問題 而且不會去消滅他們 之所以想要擁抱獨立醫療 或是想要去摧毀醫療公共性的 在背後就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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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會發生 就是因為我們在建立人民健康的開辦 這段時間沒有好好瞭解 我們的人力學習 我們沒有好好瞭解我們的醫療資源 怎麼樣發揮利用 我們所知道要開辦人民健康 當然那時候的斷計 可能大家都可以調整 可能跟軍族的政治方面的溫斷 所以結果就在還沒有了解後 上路的結果就變成說 邊做邊改 最後受傷的是什麼 第一個 我想最重要的 希望能夠改進的是 我們如何在醫療過程當中 能夠把我們病人照顧 但是要把病人照顧好 你必須要有人力 這個human capital 這樣是非常重要 不能說你用很便宜的 然後因為醫院的負責人 就是說這個很便宜 我就先也許有一點壓榨工作人員 因為他拿到的錢不多 但是他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人力的配置就不對了 所以像我的醫院 我是六個同事照顧一床 台灣大學是兩個人力照顧一床 其他的醫學中心是低於兩個照顧一床 那很多人就說 那你六個人照顧一床 那你不是那個人很厲害嗎 不會 那這個當然要花更多時間解釋 所以我的 我贊成是什麼呢 我知道一個人的極限 不管他的智慧方面的發揮 或者是他的體力方面的發揮 都有一個極限 所以我是贊成照顧一床 必須要考慮到很人力的 適當的運動 這是絕對的無法 所以從這一點 我會支持 對於勞動方面 必須要有些改善的工作 那現在他們不把這些事情 當作重要的事情 而是說 我如何去吸引外面的人來 來賺更多的錢 怎麼多都補不了一個大空洞 那是幾千億喔 你能夠賺到的 可能是 不曉得幾百億嗎 有嗎 不一定有幾百億啊 一百多億 有人說 那一個收入可以多少 一百三十五億 一百三十五億 那空洞是多大 現在的空洞多大 有幾百億 千的啦 都是幾千億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在台灣我想 未來要改革健保 人力要改革 品質要提升 病人的安全一定要付到 你沒有安全 那你外面的人來這邊出問題 誰負責 那個Jurisdiction 就是到底法律上誰負責 在台灣嗎 他告的時候要在台灣告嗎 還是在外國告呢 我們的名聲會怎麼樣呢 一定讓我們被告 我們會怎麼樣呢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個人認為 照顧一個病人要讓病人好 那個Outcome 是最重要的 他能夠好起來 所以Outcome 是最重要的 所以Outcome 也可以講成 大家有價值 必須要是 大家有 Outcome Based 的Healthcare 那這裡面 就包含了很適當的能力 學類是這樣 所以我是贊成 但是我認為 這個是一個症狀 不是從根本解決 從根本解決 就是健保一定要想到說 你怎麼樣做 才會給一個人 適當的照顧 我常常問我自己同事 每一個病人走進我們醫院 到走出我們的醫院 花多少時間 用多少人力 收多少錢 我們要這個數據 我現在已經剛好完成了這個設計 就是每一個人進來 到不同的科 會花多少錢 用多少人力 那還要量就是 他會不會好 我現在還量什麼呢 他進來停車 要回去取車 離開這個時間多長 這可以算 我就是幫我們 負責那個停車人 他就可以告訴我 所以我剛剛你們提到的 這個都是基本的Database 必須要有 這個Human Capital 不只是說勞動條件 還要讓他們不斷的提升他們的能力 不只是他有沒有更能血汗醫院 還要注意就是 每個人像你們都是還很年輕 你們到我這個歲數 我已經做醫生做五十年了 到底你們是不是 Smarter 所以這裡面呢 應該要包含說 你們有沒有陪養他們 或者是不要讓他們 變成血汗的犧牲不好 也要說你們越來越好 所以我認為這些答案都是不對大問題 所以這些都要放在一起 然後討論之後呢 謝謝 謝謝陳醫師 那這個突如其來的動作 我做主席的沒有阻止 是因為我知道 黃院長其實是非常關切 而且事實上他已經在這樣做 而事實上他的醫院 事實上已經是一個典範 他們的醫療工作人員的公使 我想剛剛 我們黃醫師在報告的時候 有接到 林秀鋒醫師的一段說話 這個醫師以一個 醫院的工作者的身份 來講 像我們黃院長 是醫院的管理者 醫院管理者是自罪之類 但是這個醫院的工作者 這樣告訴大家 在這個醫院裡面 他們的公使是合理的 他們的報酬也是合理的 他們的醫院的停職也是合理的 讓他們的醫生 可以有一段的培育訓 進行點促進他們的品質 所以我想 我黃院長一定是支持的錯 我沒有做這個圖 來圖不起來的動作 我相信是跟大家是站在一起 希望我們的 臺灣的醫療的品質 真正的提升 現在醫療的問題 真正的解決 而不是 我們叫做 答非所問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所以我們沒有提到 因為病人的原因 不是那個 OK 好 我想我們剛剛 因為醫療的問題 非常重要說 我們有四位醫師 跟民間團體的領導者 幫我們來說明 大家應該有相當 對這個問題非常深入的了解了 對醫療商品化的問題深入了解 我想大家可能 我們今天的主題 除了在議題這個缺點之外 我們還是強調 我們怎麼樣提升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 臺灣的發展的問題 在醫療方面 教育方面 或是等於他的律師方面 那我想這些 更進一步的 怎麼樣去做得更好 真正的解決問題 而不是口頭一頭 腳痛一腳 歡迎大家等下再 記得提出來這些問題 再互相討論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 代國分教授幫我們解釋 教育方面 剛剛給大家提到 醫療跟教育 都應該是非營利世界 現在我們先進行教育 大家這個熱烈的鼓手 派手歡迎他 請教育還有在座的貴賓 大家好 那我後來看到我自己的 這個PowerPoint 發現我沒給標題 不過我想最後結論的時候 我們應該為這個 今天的演講 下一個我自己的標題 那我想 我第一個聽到這個 資金區這個議題的時候 而且特別是教育要納入 資金區議題的時候 那我回家就跟我家人講 因為我之前是在高教 產業工會服務 那所以我家人也知道說 我一直有在 藉業務或者是在處理高教的問題 那我父母其實都沒有上過大學 他們是社會大學 那我告訴他說 政府要開放外國的大學來台灣設校 那我父母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瘋了 氣笑 我們進入其實氣笑 台灣的大學太多 然後已經在所謂的少子化的危機底下 未來其實幾乎就是要產生骨牌效應 要開始面臨大學崩化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候 政府會突然提出一個 反其道的行說 我們要開放教育做一個產業 然後讓外國的大學來台灣設校 那我跟我父母說的時候 我父母第一個反應就是覺得 這是不可思議的 那違反大家的概念 那再來就是 我們就會問說 那要設在哪裡呢 你們要設學校要設在哪裡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資金區 在教育事業所謂的創新區位上面 是不受限制 設在哪裡都可以 那聽起來這是一個非常 吊詭的一個政策 已經是市場過度飽和 然後又開放外面的人進來設 又不知道要設在哪裡 所以這個政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就想花一些時間跟各位解析這個 資金區的教育創新產業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想整個資金區 就如同福茂一樣 是一個很奇怪 速戰速決 而且缺乏風險評估的一個 粗糙的政策 那特別是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 所有的相關的教育行政法規 就很快的快速進行修訂 那這些修訂包括學位專班跟學程行政命令 這些都把它直接在教育部的全線範圍內 都可以做大幅的修訂跟送綁 可是比較嚴重的是 至今區的示範條例 條例通過之後 第二階段其實是全面送綁分校 跟獨立學校設立的法規 那這個全面送綁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在資金區設立學校 其實是不用管台灣的大學法 也不用管台灣的私校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學位授語法 也就是說現在台灣所有的教育法規 基本上都不適用在未來的 資金區的這個教育專區裡面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呢 教育部所說的分兩階段的這個開放 第一階段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當然有定量的第一年推出一所 跟國外民校合作設立的學位專班 跟學位學成 二三年之內有一所跟民校設立的分校 一到三年內有五到十個 跟國外設立的獨立學院 可是第二階段呢 第二階段是所有的 剛剛說的分校分布獨立學院 通通都鬆綁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目前會碰到的問題 那我想 這個所謂的資金區當中的合作模式 所謂跟國外合作的模式 大概包含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以國外大學為主體 那這個鬆綁的程度跟以國內大學為主體的合作 相較起來大概主要在兩個差異 第一點是在這個國外的大學的總裁 就是CEO 完全就可以不用受台灣的這一些什麼校長領選啊 然後主管機關也都不用受任期限制啦 就國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是對教師的聘用 完全不用管失資的資格 也不用管老師的是不是要有最低薪資 最高工時 完全都可以開放 那國外的大學來決定 那這個是所謂的教育創新的營運模式 那所以剛剛我談到的這個 國內大學為主體跟國外大學為主體 我們可以想像未來以國外大學為主體的 基本上就是國外的一個殖民地 就是說這些校長可能都是外面派來的 然後教師審查申訴 甚至這個來辦了一下不想辦 那好之後我們也是求償無門 因為基本上這些都不在這個所謂的 資金區的這個人事的聘用的規範範圍內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資金區的全開放的法規 會引發一些我們 即使從最簡單的經濟學來思考 都會覺得這樣的開放 到底對台灣的整體的教育 即使作為一個產業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首先我必須要先給各位一個概念 台灣的高教基本上並不公共化 我們有公立大學 可是實際上我們有三分之二的學生 是在上市立大學 而這些市立大學 我想有很多家長都會抱怨是學店 就是尤其是現在幾乎是百分之百 可以上學中和底下 很多人都知道高教品質並不好 但是我們的高教市場上有三分之二的學生 卻是在以市場的方式來購買他們的高教產品 所以台灣的高教本身定不公共化 但是如果未來一旦開放資金區更全面商品化之後 我們有幾個問題 首先是到底聲援在哪裡 第二個是誰會想來投資 這個是原來經濟學談到的供需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 好吧 那如果真的相當之後 對我們原來的高教市場 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以及其實我更關注的 對非高教市場的產業 是不是也可能造成衝擊 最後我想用南海的資金區拿來 讓各位對照台灣的資金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聲援在哪裡 教育部大概有一個境外招生的說法 或我稱為話術 就是說 他一開始是說 我們突破法律限制 基本上就是可以招收境外學生 而且目的也是在招收境外學生 不過呢 在這裡面有個代書 再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 及需要的學術領域的話 可以招收國內學生 那這表示什麼 他有個淡書 不是說全部都招境外生 特定的狀況底下 可以招收國內學生 可是 所謂的特定的狀況底下 就是佔有國際優勢 當然來台灣要設校的 應該是有國際優勢 那國內急需發展的 我想他設的系所 也不會是說 國內不要的 他再來繼續設 所以基本上這一條 已經是一個漏洞 這個漏洞就是 到時候教育部可以擴大解釋說 哎呀 這個之所以可以招收境內生 就是因為符合這個 資金區的這個這個原則 所以他可以招收境內生 所以很多大學當然就很緊張啊 你如果招收境內生 那不是跟我們搶學生 學生已經快沒了 那所以教育部又趕快變了一個說法 就說這個主要是還是要招收境外生啊 但是如果你要招收境內生的話 要從既有的招生名額來摩用 不會影響到國內跟其他大學的招生來源 然後呢 但是國外的生額其實可以外加 外掛超 本來有10%的比例限制 未來是完全不受限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關於生源在哪裡 這個部分其實教育部 其實說法前後並不一致 那我們來看一看 從國際上來看 到底台灣在國際的交易市場上 是不是有足夠的競爭力 讓台灣設置金區之後 可以招收到海外很多的這個境外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因為設置金區最重要是要把比做大 那我們看一下全世界的這個高校市場 看起來啊 似乎是在中國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崛起 所以我這邊有整理了這個 中國在線 2013年出國留學的趨勢報告裡面的一些數字 讓大家看到 美國的留學人數 就外籍生裡面 中國佔22% 英國呢 大概佔20% 那澳洲佔30% 日本佔到六成 所以顯然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趨勢是 其實不只是 不只是台灣或亞洲 中國的崛起 讓中國的學生成為最重要的全世界的生源 那所以在這樣做 你現在中國的學生會想要去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其實大家可想而知 中國大概最好的學生 第一流的學生會要去哪裡 大概是歐洲 美國 威主 那其他才會落在 亞洲地區 所以實際上 中國的留學生 本身 他有能力的時候 他其實是會選擇的 那 他會依他的社經能力 跟他未來的質疑發展 甚至是家庭的移民動向 去決定他想要去哪一個國家 那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開放中國學生來台灣 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台灣聲援之渴 我覺得這個 教育部實際上是應該好好來做評估 那我們來看過去 從2009年 大陸就開始 積極的遭受台灣的學生 所以台灣到大陸的學生 這個教育部不敢統計 大概很模糊的說有7000到8000人 那台灣呢 台灣的開放的強迫是很慢的 2011年承認41所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維持我們的高教品質 可是2013年馬上就承認111所 那這時候呢 來台灣的陸生 大概差不多3到4000人 那這裡面形成一個 教育的這個規模的問題 當我們跟大陸兩岸 彼此相互開放的時候 學生會往哪裡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的教育部很樂觀的認為 只要我們開放 大陸的陸生就會來 可是關鍵的問題在 我們要收什麼樣的陸生 如果台灣辦的是野基大學 不設限 任何大陸的陸生都可以來 確實台灣可能有機會收到一些陸生 可是一旦台灣要的是大陸的人才 而不是販賣台灣的學歷給大陸的存財的時候 那我們就知道 其實真正的大陸人才 不見得會來台灣 那為什麼呢 陸生不愛台灣的研究所 這個 商業週刊曾經做了一個專題 像陸生招手連台大不是都吃別 台大當然是台灣目前最好的大學 可是都招不到陸生 那實際上從2011年到2013年 我們預計招收陸生的原額 跟實際上招收到陸生的數量 比起來 基本上都是 雖然教育部畫了一個大筆 希望各大學努力去大陸招生 可是我們都招不到原來預計招生的原額 那這其中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跟一般的想法 或許也有一些落差 台灣的高校不是辦得不錯嗎 大陸不是辦得很爛嗎 那我們為什麼會招得到陸生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應該是 好吧我們把標準放低 可能就有很多陸生會 可能有些人會抱這種樂觀的態度 那我再讓各位看這個數字 可能大家就會樂觀不起來 這個是OECD的一個統計 在2010年的各國的教育概括 那我們來看高校還有這個 中等教育也是一樣 最明顯是高校 在這個表格裡面 OECD的16國當中 高校 台灣高校的生死比 20.3 不但高於整個OECD國家的平均 15.8 甚至落後 什麼 大陸的17.3 那更不用講其他的 像英美啊歐洲啊 這些其實都比台灣高 台灣是16個國家裡面 倒數第一名 而且還落後中國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政府 為什麼一直有一個很 很浪漫或很 很不務實的想法 覺得台灣高校一定辦得比大陸好 然後大陸一開放大陸就會蜂擁而來 不 我們從數字告訴我們 甚至比是一個衡量高校 教育最根本的一個指標 我們不但在OECD國家排行最末 16個國家排行最末 我們還輸給中國 那我們再看 那政府就說好吧 那這樣 陸生不行的話 那資金區可不可能收台生呢 這個當然大家所有都知道 台灣的學生因為生育率下降的關係 正在快速的減少當中 那實際上從這個 2004年開始 我們的招生員額 就遠高於我們收到的學生 也就是說 教育部每年都和每個學校招生員額 可是每個學校都招不到生 招不到滿額的招生 因為我們早就供不欲求 那這個現象在未來 當然大家也都通通都知道 不可能好轉 那到2023年 這個整個 新生的人數大概會減少10萬人 那整個大學人數會減少22萬人 那台灣的大學生大概有100萬人 所以我們的減少幅度是非常驚人的 這是跟我們的人口解構變遷有關 所以台灣的學生正在消失當中 那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台灣的這個少子化的效應 從2001年正式發著 在2008 2010年之前 學生人數沒有非常劇烈的減少 可是2010年到2012年的時候 台灣的學生人數是非常大量的減少 特別是在花東跟屏東地區 就是所謂的偏遠地區 因為學生人數的減少是不均的在空間上分布的 所以偏遠地區是第一個遭受衝擊的 可是呢更令人吃驚的是台灣的教師的人數 減少的比例速度其實都還比學生人數還要快 甚至是學生人數還沒有減少之前 台灣的高等教育的教師人數就在快速的減少當中 那這個東西是為什麼台灣的升勢比下降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來看我這個做的一個數字 因為教育部門很喜歡公布假數字 他很喜歡把助教啊 兼任老師啊 都給他算成四個等於一個 然後把原來我們的招生員 計算是一個碩士生等於兩個學士生 一個博士生等於三個學士生 他都把他稀里糊路的粉飾 希望那數字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才會看到 稍微比較好看一點的數字 那我同樣用台灣的教育部本身給的這個數字 來計算台灣的升勢比 那我的計算是以專任老師 然後以招生員的計算 所以教育部一定會說 你這個算得不準 可是我全部拿的是教育部的數字 只是我的算法是用專任老師 我不承認兼任老師或助教 被視為正式的師資 那如果我這樣算 我會得到一個讓大家跌不遠的效果 首先是台灣在1991年的時候 當時的升勢比是很好的 國立大學14.8 私立大學24.4 這個14.8 其實都比現在目前 國外的很多大學 像Stanford都17點多 都還要來得好 可是逐年惡化 惡化到這個2011年的時候 公私立大學竟然幾乎一樣 國立大學30.9 私立大學30.8 所以我們現在國立大學 擴張比私立大學還快 那很多人會覺得不可能啊 國立大學沒有擴張那麼多 因為我們國立大學擴張是在研究所 研究所我剛剛說按照生員而算 碩士生成也二 國勢生成也三 所以實際上我們現在國立大學的 升勢比實際上還比私立大學還差 那最諷刺的是2007年教育部曾經公佈了一個說 少子的話教育應該去何從 那其中就提了第一次提出退場的條件 就是升勢比不成比例 而且是連續五年的升勢比不成比例 那他所界定的升勢比是多少 32 他是對那些私立大學喊話 所以如果你們升勢比不能維持32的話 那你們就要退場 那我就做了這個2005年到2011年 我們的17所頂尖大學的升勢比 那很抱歉 清大交大要退場 所有中自備的通通要退場 政大也要退場 台科大要退場 中原 中正通通要退場 為什麼 連續五年升勢比超過教育部自己說的 私立大學退場 就是要升勢比連續五年32以上 所以我們的高教到底怎麼了 我們的高教品質惡化到 我們其實完全沒有國際競爭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關鍵跟嚴重的問題 可是我們教育部基本上不願意去重視它 那少子化基本上是讓台灣可以讓升勢比下降 其實它不是危機 我覺得對大家來說少子化應該是個轉機 只有對教育經營者來說它還是個危機 那誰會來投資教育創新 第二個問題 供給面是誰 那我們來看 一開始就說 評鑑基歐的大學 那是太多了 台灣幾乎評鑑都有過 後來就說有68所 後來又說60所 那基本上 這個 對於什麼人 國內什麼人可以來辦大學 這個非常的模糊 就是三分之一可以辦大 辦這種所謂資金區大學 可是最嚴重的是沒有定義什麼叫做國外的大學 我們連國外的知名或優秀大學都不敢交 只說國外大學 國外大學有很多種 而且沒有限定什麼 沒有限定任何地區 因為它大概知道大家會反對中國 但是它說含港澳地區的大學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大家又懷疑 那如果說有一個中國的學校用港澳地區的名義要進來 然後它又是它算是外國名校 那就可以資金去嗎 大家也很懷疑 所以教育部又要回應大家的懷疑 又說那我們就組成一個教育創新審議會 然後什麼什麼來審查 我們對教育部的審查 你夠安心嗎 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答案 那外國名校 什麼狀況底下會來台灣投資 台灣其實有很多主案 包含高等教育的這個體制很特殊 包含我們的語言系統 新加坡的用英語 可是我們不是 語言全對是個障礙 還有最嚴重的問題是大陸本身也在開放 所以它對國際的名校會形成很大的吸引力 那這個吸引力大到什麼 芝加哥放棄在新加坡設立分校 跑到香港設分校 那更多的國際知名的大學直接跑去中國收學生 不用來台灣至今區收中國的學生 簡單來說他們不會那麼呆 那所以無力可圖的市場 誰會來 只有特殊目的的人會來 那特殊目的是為什麼目的呢 其實包含辦學真賺錢 就是學店野基大學 那些不入流的野基大學 當然美國也很多 各國可能都有 他就可以用外國大學 跑來台灣 跟台灣這一所 另外一個快要倒的大學 然後兩個刀針 一個什麼叫做資金區的大學 然後他可以學費不受管制 然後那個師資源的不受管制 學位學分數所有的都不受管制 來辦一所他們國際合幣的野基大學這樣 那這樣的狀況底下 學歷的證書有可能 他的成本提高 可是學位的市場更加貶值 那這種學電化 而且是國際化的學電化 是我們要在資金區實踐的教育理想法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稱這樣的資金區是一種 假國際辦學增台校兵退 因為這些學校要來 我剛剛說他有目的 目的是什麼 以辦學為名義 取得台灣學校的土地設備 還有教師勞動力 特別是現在很多流浪博士找不到工作 2萬多塊平常就願意了 3萬塊平常可能願意了 所以就在這種狀況底下 整個台灣的這個教育市場的分層 會非常的嚴重 那所以對原有的教育市場的衝擊 包含人事送綁 主管機關沒有大學法的限制 專任教育人員年齡不受管制 然後我們的那個萬年的雙親教授 以及萬年的主管CEO會一直揣帳 然後特別是學費不夠不受管制 就是只要有人漲價 台灣的學費就會漲價 然後這些這些問題 其實對台灣高騰教育的衝擊 不只是品質的下降 還同時是相反的那個學費的升高 這是一個很調整的現象 那原來的所有的管制機制 基本上都不在資金區管用 包含校務基金管理制度 但是又沒有講出比較明確的財務監控管制機制 那對起來可能要講快一點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對原來高教的可能的衝擊 當然教育部也知道大家會罵他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就用教育部授權教育部來定辦法來令行規範 把所有台灣的這些教育相關法規全部都推翻 然後教育部要空白授權 然後讓他再做管制 這個是真的是叫做自由經濟嗎 我覺得可能大家也可以思考這一點 然後另外對非教育事業的衝擊在於 教育本身可以得到很多免稅 包含不動產、土地、還有設備 那這些設備其實我們看到 譬如說蓋醫院以教學醫院為名 可以得到很多進口設備的免稅 那這些免稅 包含怎麼樣去定義用於教育或實驗子必需品 幾乎都可以擴大被解釋 所以這個會造成以教育為名的產業 譬如說蓋教學醫院 蓋教學為主的這個旅館 因為要做觀光服務業 然後跟真正的醫院或跟真正的旅館 形成什麼不公平的競爭 所以對於教育的產業也會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那更嚴重就是財團其實在前一波已經利用這個高價擴張的方式取得土地 現在大家在吵私校退場 其實就是土地的 可以拿回的土地比例擺不平而已 但是我當然會看 過去台灣少子化 然後從2004年到2012年 各校 逆地 席 就是本來少子化 你應該是要盡量不要再擴張 可是各校卻是什麼 逆席去列地 到處列地 養地 不管他要不要再擴大 所有的學校都在養地 然後新增的校地面積已經達到60平方公里 大概有何是這麼大 那這些未來都是什麼 潛在的資金區 這我們看到私立大學的分布圖 就是那個私校的列地的分布圖 包含我們現在說的可能是第二家島店的永達 他在高雄的分校 屏東也有分校 那國立大學更嚴重 國立大學列地的這個企圖性 因為都是公有地 都是無償博用 更大 像台大就有兩個分校 那所以在這樣狀況底下 我覺得 到底我們的第二階段資金區是做什麼 我覺得太是非常明顯 幫這些分校去找財源 讓他們來做什麼 以教育為名 但是實際上 就任何其他跟交易相關 或以交易為名的產業 然後進到台灣跟台灣的產業 跟交易形成的公共的競爭 那我最後舉南韓的資金區 南韓的資金區是完真的 真的喔 表面上是完真的 2003年在仁川社 他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是仁川 那最有名是2007年的松島國際大學 園區 他是非常明確指定的地方 而不是像台灣這樣遍地開花 那台灣 南韓做了資金區之後 他真的就交易完全開放 那這個結果造成大學惡性競爭 加速退場的命運 然後再來就是私立學校不退場 而且呢 以辦學文明義進行試驗開放之實 而且把虧損轉嫁給學生 巧利明目 學費持續調漲 南韓的學費在OECD國家排行第二名 就是一年大概要150萬台幣 南韓的學校 然後教學品質下降 教師勞動權不保 然後南韓本身學生的運動 反高學費的運動迫使大學調降學費 那甚至引發民校的自殺潮 這就是南韓自由開放的結果 不過大家別忘了 南韓還是有設特定的地區 所以台灣基本上這些通通都沒有 也沒有設點 我都不知道 到底政府做資金區的目的 是為了辦教育 還是為了炒作 以教育為名的地品 那最後我想 一個結論就是說 我覺得 到底有什麼樣的教育創新方案 非要我們的行政院設經濟資金區去執行不可 看起來沒有 現在所有做的事情 不設資金區 教育部都可以做 而且 即使不設資金區 有很多大學 也在跟國外進行國際交流當中 設資金區並沒有增加大學真正的實質開放 以目前來說 那 比較嚴重的是我們要來問設資金區以後 誰會有利誰會不利 對於頂尖交著典範大學有利 對於新設校定代價而辜的轉投資學校有利 對於外國學校外籍人士大學企業 教育官僚外籍學生有利 尤其是很多教育官僚 大概想去未來去資金區去搞個萬年校長來做作 但是很明顯的對於本地教師家長學生 跟未來延伸的教育創新產業的競爭者是不利的 那所以我們最後要問的問題是 我們到底要回歸教育的本質 還是要真的進入市場 我們當然鼓勵教育要進行國際交流 但是我們必須要有條件的開放國際名校定點設校 而不是空白授權 然後我們認為教育部應該透過資訊公開透明的方式 而不是假教育創新的審議會行事民主 來決定誰可以變成資金區的經營者 然後更重要的是要趕快回歸教育的本質 提升甚至比來挽救台灣向下成人的教育 透過有效的監督校務運作 來賀子以教育為名的不當土地開發 那當然我們附帶條件 包含要勞資能夠公平的對談 包含學生跟教授的公會要趕快發展起來 還有家長跟學生的受教權的保護 這個消費者保護的部分 即使我們要開放教育作為一種市場或商品 我們必須要配套措施 才能夠評議在市場上面 教師跟校方 學生家長跟資本家之間的這種不對等的關係 那如果說教育部還是要堅持以教育為名 進行圈地運動 甚至那些教育做土地投資的事業 我覺得我們必須回過頭來 監督教育部 現在的國立大學 是不是要落實全面課則 前面看到國立大學搞了一大堆分校 如果國立大學要做生意 那他必須要取消對國立大學不平等的補助 你就做生意就好 你不應該再用公共財為名來拿到補助 那私校的部分當然一直都是個問題 如何監督私校的退場機制 凍結土地開發 如果他要退場 他不搞教育 那就請他退場還地 而且不然就要依法公平的納稅 不用教育為名來逃稅 那最後我覺得最嚴重是我們要問 如果教育部不扮演公平合理的教育資源分配 不扮演讓學生入學機會平等 那我們是不是乾脆解散教育部 完全加油市場決定 那這是我的報告 對不起耽誤到大家的時間 謝謝 非常謝謝艾教授 幫我們很深入的 很多證據資料的說明 現在我們高等教育的問題 真的 我們自己身在高等教育中 但是我們也不清楚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原來是我們的深施股 這個非常關鍵的核心因素 那麼同樣的跟醫療問題一樣 不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用所謂的這個開發 這個資金去引進這個國際 所謂的國際影響 其實是萬名止渴 所以原目處於 我想這些非常重要的意見 大家剛開始有展望 我們都會放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歡迎大家來多多了解 以及督促我們的政府 做出更合理的政策 那接下來因為立法院這邊 應該還會繼續審議 希望我們大家行政更有力的監督力量 接下來我想 也又是一個我們要學習的 到底律師這個專業 在開放資金群用出現什麼問題呢 我們應該怎麼看解決呢 好讓我們來歡迎 薛律師 薛慶或薛律師 謝謝主持人張教授 還有感謝主辦我們曾教授的邀請 還有委會的來賓 我相信都是很關心這個 資金區的這個規劃跟事情的問題 但是我剛剛聽到很多醫界的朋友 還有我們高教的朋友的這個說法 我聽起來其實你們還好 我們最我們可能法律界 尤其是律師業 在這一波裡面是最糟糕的 我記得我在4月份的時候 因為民主平台的賴宗強律師 告訴我資金區的這個消息以後 我到我們律師公會全聯會去 要求法務部主管機關要來做說明 然後讓我們了解什麼資金區 因為我一提出來的時候 居然我們那個律師公會全聯會的受幹部 包括李監事 李市長 沒有人能夠深入了解 資金區是什麼東西 結果後來我們跟法務部去開會的時候 就法務部的官員第一句話是說 我們這次我們有一次一年一度的這個聯繫匯報 我們不曉得你們律師界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所以他本來沒有 在那次的會報裡面沒有提出這樣子的議題 就想要在立法院過關 那我們是後來知道的這個狀況 我請他來解釋 結果我們到目前為止 好像各位高教師跟這個 不管是衛福部或者是這個教育部 都提出了至少詳細的說明 有一些QA或者是一些影響評估的一些資料 但是法務部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律師界 進入資金區的任何影響評估的報告 只有給我們後來就是開完會以後 有一個7個Q 我們叫7Q的一個解答 只有7個很簡單的問題 然後告訴律師界說 你們不用擔心 對你們不會有影響 對你們有好處 就這樣子 那但是我 我也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當然 其實我以前就在這個法學院這邊上課 畢業太大的法律系 然後後來職業律師以後 參與了一些社會的活動 那現任我是台北律師公會的常務理事 也是中華民國律師公會的這個聯合會的監事 那我之前當過這個法律輔助基金會的工作 那其實是很慘愧 我剛剛聽到這個醫界論高教這個界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研究 顯然比我們律師界更知道怎麼去運營資金區的問題 我們這個律師界事實上 因為這幾年的有一些困境 導致了事實上我們現在很多的律師通道 好像對於我們做一個律師的工作者 法律的工作者的一個 目的啊 其實是在歷史跟基層的意思一樣 在理想跟這個 現實之中一直徘徊 直到這一次的這個符貌 的事件以後 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現在年輕律師 還沒有喪失他們原來的理想 由於這個社會 這個站出來 那 現在的律師界其實面對了幾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大概不像政府或者基居 這個條例規劃呢 可以有那麼好的一個願景 那我必須要從 剛剛延續的剛剛醫生或者是教育 是商品化這個問題來講 法律服務業是一個商品化的問題 這也在我們業界這個 在爭執很久 但是唯一特別的是 不管是學校醫院 都有公立的醫院跟公立的學校 這樣大的一個組織來支撐 但是卻沒有一個公立的大型的律師事務所 來做這樣的工作 那現在有一個法律輔助基金會 但是法律輔助基金會 它基本上也並不是提供 大量的律師或者法律工作者 在內部工作 它的性質比較類似於 它轉介 經由政府轉介 民間跟律師的綽合的一個中介團體 來支付律師的一個費用 所以 本質上 剛剛兩位的這個 這個 公共性可能有一點不同 所以會有一些比較市場性的考慮 那現在這個律師界 我們面臨的幾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業務上面 經濟動能不足 外人同時減少 這個非常的嚴重 以前 我很少聽到 我當律師21年 那我以前很少聽到 比較大的 前幾大的律師事務所 在喊收這個業務的問題 但是我這兩年一直聽到 我曾經到一個台灣最大的律師事務所開會 8點多 那已經就 剩下沒幾個律師 通人在那邊 那他們的那個律師開完會就跟我講說 我們很敢開 我們以前開會 大家工作都是留到半夜一兩點都等我通的 那現在呢 因為這個 國外的投資 並購的案件也少 銀行的案件也都減少 所以他們的業務 都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台灣這個 律師業務面臨到國內法治不健全 很多法律的業務是沒有辦法拓展 這一般很多 譬如說英美法系的國家 香港也好 包括像律師 包括不動產的一些業務 可能需要律師來做一些簽證 那這部分在台灣被 這個地震市這邊去走 然後另外有關於這個 行政訴訟的部分 我們很難理解說 有哪一個國家訴訟 如果你說自己打官司那就算了 如果你要委託 如果有償的委託一個專業人士去打官司 居然是可以找律師 而找其他的技術人員 包括一些專利商標 或者是會計師 我們在法治上其實很多的程序都 我們自己的業務是被侵蝕 而且這幾年 台灣的律師是人數大量增加 現在台灣有大約8000位的職業律師 然後有大概將近4600位是在台北 然後其他各地的律師 事實上大概人數最多的大概是六七百 大概高雄或者是台中 所以很集中是在台北的這個區域 那但是因為人數增加以後 顯然是集中最多的是在大台北 應該是北部的這個大約北地區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很多考上的這個 不管是年輕的律師也好 或者是新進的這個法律工作者也好 他們面臨了一個問題 就要去考上要受訓的時候 找不到實習的單位 他們跟很多醫院不一樣 可能醫院他們有一些合作 所以實習可能沒有那麼困難 可是像律師他考上了以後 必須要透過自己的人脈關係 去尋找適當的這個訓練的這個處所 那現在甚至有發展到說 有一些律師不僅他願意這個 無場去實習不需要這個 這個事務所付他薪水 甚至還有聽說有些是 還有這個一些律師公會 現在有一些甚至希望以後 除了實習以外 律師在受訓的時候 要律師自己去負擔受訓的費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量的錄取之後 我們並沒有反對大量的錄取 但是錄取了之後 很多的因應配套措施 政府並沒有幫我們把它通算的規劃好 那再者就說政府也沒有積極的規劃 這個拓展法律的這個業務 我舉一個例子 我前幾天去參加這個 法律輔助基金會的一個座談 結果他們有一個議題 居然是說要怎麼樣去募還 那我突然嚇一跳 因為我自己以前在 法律輔助基金會本條分會當會長 因為這是國家責任 當初法律輔助法通過的時候 就要求國家對於弱勢的民眾 要提供法律的援助 那為什麼現在淪落到說要由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本來只是一個 執行國家的這樣的一個公益目的的團體 去自己去募還 那而且事實上很多參與這個基金會的這個律師 是很有抱怨 因為其實他那個首縮取的費用 這種市場行情可能不到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這個費用 已經是基於公益的心情去做這個法服的這個工作 那但是現在還面臨到政府機關 對於一些類似這樣的法律業務 他的預算可能都會慢慢的縮減 而要求民間要自己去處理的這個狀況 那更不要講我們比較國外 我當然在網路上看到 很多這個包括現在要講有關資金區的這些 所謂比較商業化的法律案件 在國外包括香港跟新加坡 人家是政府帶著這些法律事務所 去外面去招商 去宣揚譬如上的一些仲裁 或者是其他一些法律機制 去讓各個這個地方 包括這個境外的一些國家去了解 那當然台灣的這些主管機關 第一個大概就是會忽略這一點 尤其法務部他根本就 他大概是來管制我們 不是來幫我們拓展業務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我們的律師法 也延宕修法很多年 沒有辦法因應時代的改革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去 我們律師業現在面臨很大的挑戰 那我們看這次這個 立法院在審的資金區條例的第六十條 有關法律服務業的一個立法的理由 其實他的立法的理由 其實我還覺得蠻有趣的 他只是要達成國際接軌 融入國際經濟整合 那目的其實是促使律師事務所大型化 但是其實我們不太了解為什麼 事務所一定要大型化 那大型化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這個國際化跟自由化 本來就不應該是一個產業政策的目的而已 他或許是一個過程 那但是到底這樣子做的結果 對於我們在台灣的這些法律服務業 或者甚至因為法律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 對人民的品質的提升有什麼幫助 這一點我實在看不出來 尤其是有關於台灣法律服務業 事實上長期以來 雖然說他從個人事務所到大型事務所 個人事務所就是一個人 或者是有一些這種是獨資的事務所 或者是跟其他律師合夥的事務所 那規模從一個人到數百個律師 其實都已經存在在台灣這個產業的結構裡面 那很多的事務所 其實他本來就是在國外跟這個台灣 是有連鎖性質的 我們在台灣其實有很多家 等於是外國事務所的這個結盟的事務所 那其實之前的國際化已經很充足了 所以到底為什麼要那個大型化 這點我們就不能夠了解說 為什麼要為了大型化而 特別在資金區裡面 提出了一個有關法律服務業的這個 六十條的這個條文 而且我們要跟各位提出就是說 法律服務業其實有幾個特性 可能跟剛剛的這個教育或者是醫院是不太一樣 因為像現在的法律服務它的一直心就是說 現在律師提供的這個服務的領域涵蓋很廣 那法而服務的法律的這個複雜度也很不同 那所以開放給律師業影響的層面 對於在這樣子環境下的不同的領域的律師 其實是不同的 那市場上的確有很多類型的這個事務所存在 那法律服務業其實最重要的 它是職重於量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像工廠可以大量生產的一個工作 其實每一件當事人或者是每一件客戶的業務 它基本上都是訂製 很難是像一般的這個 一個我們所謂的這個商品化大量生產的一個案件 那所以大可以做很多 但是可會做得很好 這點是我們是覺得是很有質疑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 現在台灣 我的立場其實我們事務所來講 並不是一個大型的事務所 是中小型 但是我所接觸的中大型跟社外的律師事務所 他們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 是不在於沒有國際化的問題 而是在於沒有案件的問題 像我剛才講的這個台灣所面臨的這個問題 台灣這個律師業所面臨的第一個困境 就是我們經濟動的很不足 事實上案件萎縮得很快 那國外都不來投資 所以大型事務所其實在這一波裡面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那有關於這個法律服務 這個資金區60條的這個邏輯 他說法律服務業的特性 是需求是不是被創造出來 是不是可以創造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跟前面幾位講的 這個狀況其實在台灣現在已經發生了 我們現在發生就是說 因為整個環境的惡劣 本來很多事情 就好像很多的醫療本來不需要做 但現在就不斷的被延伸出來 像很多的案件我們現在發現 以前很多案件可能在一個訴訟裡面可以處理 現在很多人把它打成五個訴訟 用五個案件來處理 那目的不過就是為了多收一些預示費 這可以想像得出來 那有一些案件本來可能是可以和解的 也變不和解 就繼續打萬事 因為繼續打才會有繼續案件的創造 所以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因為這個產業面臨太多的挑戰 那為了這個生存的問題 所以的確法律服務業的競爭 現在有一點這個劣幣 驅逐良幣的狀況的存在 那現在有一個 至今區第六十條對法律服務業 目前來講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事務所法人化的問題 他現在所規範的是 中華民國律師 還有這個 中華民國律師事務所 以及那個 外國法人 外國事務 外國事務律師 外國法事務律師 還有外國律師 還有外國法律師事務所 都可以透過 資金區條例 來自資金區裡面 投資或者是設置法人事務所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們律師界一開始最擔心的是 會透過這個 大陸人民投資的這個 那個那個 大陸人民投資的那個 兩岸人民關小禮的這個執法 就藉由這個大陸投資的部分 來投資 變成中國這邊來投資 這個資金區的這個法人事務所 那但是現在官方給我們的說法是說 這不會 因為可能有律師法的規定 然後還有這個 因為有主管機關的控制 所以 不會有中國人民 或者中國的律師 藉由這個管道來投資 法人事務所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 這一點如果他敢那麼明確的表示的話 那我們律師公會有個決議 希望他可以 明定在這個條文上面 但是主管機關 我們法務部對這一點 一直沒有表示意見 一直沒有表示意見 所以我們擔心其實 資金區現在雖然是講說 不要讓這個 中國律師進來 但是日後有可能會變成 中國律師進來的一個巧 尤其是透過這個法人事務所 這個法人事務所基本上 在我們現行的律師法裡面 在台灣的事務所 並沒有一個叫做 所謂的法人事務所的組織型態 好 我剛才講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的律師事務所 大概是獨居 合夥 或者另外是合屬 大概就是這三種類型 那法人事務所 到底它的內涵是什麼 其實在國外 現在是南韓有一個法人事務所 它是以社團法人的性質成立 齁 那其他國家其實也並不是每一個國家 都會可以成立這個法人事務所 所以 究竟法人事務所到底是誰可以投資 是只有律師可以投資 還是一般人也可以投資 這法人事務所 那它包括組織型態是怎麼樣 都沒人知道 那但是在資金條約六四條裡面 就只有規定說 這部分呢 要另外訂定法律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很質疑的一點 如果這樣子的組織型態 目前都沒辦法確定 然後在台灣的律師法裡面 又沒有這樣子的組織型態 我們就沒有辦法 信任證明說 以後 產出的這個組織型態 是可以符合的 而且如果沒有這樣組織型態 其實如果照官方的說法 是說 就還不能施行嘛 那不能施行 其實我們就覺得說 那為什麼不 就不要定這個 在這個時候定這樣子的法律 等到這個法人事務所 在台灣的法律已經通過 並且施行 讓台灣的律師事務所 可以適用 而且比較功能正常 大家認為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再來引進 同樣性質的 這個外國律師 我們認為這樣子的話 其實才不會產生 不公平競爭的這個狀況 因為現在資金區裡面 只要是白領 一樣是可以免稅 那在資金區裡面 他的一些 這個包括設施或者是 事務所的這個取得的成本 相對台灣律師 看起來也是會比較低嘛 而且更可怕的是 我們現在的律師法裡面 其實本來就有開放 這個法人這個 就有開放外國法事務的這個律師 所以在已經有開放 也有一定的這個 我們在台北大概有十幾家的這個 外國法律師的事務所 那國法務部是說 因為就是成效不好 所以後來倒了五六間 就撤出 那大概只剩下十家左右 那但是我們後來大家都覺得 其實倒的原因並不是說 因為設立太嚴格 可是來台灣的確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也本國律師 其實業務就很糟 就已經受到影響 那外國法律師 來台灣 他們國家的這些投資都不進來 那當然更沒有辦法 繼續營運 所以本質上並不是 組織型態本身的問題 而是整個市場 法律市場在萎縮的問題 那而且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已經有 對於外國法律師進來台灣 有一定的程序跟審查 其實我看起來沒有很嚴 只要要求說 在國外有執行業務五名的律師 就可以進來 這個條件其實 只是保障一定的品質 你不能說 有一些如果說 在國外 他可能也沒什麼經驗 其實那來台灣 對台灣的律師 又有什麼幫助 如果照他講說 希望有大型化的事務所 有比較好的律師 來台灣跟台灣的律師合作 或者是雇用台灣律師 讓台灣的律師 可以學到一些國際化 自由化的一些 法律的這個服務的話 那如果有一些 資格並不是那麼好的律師來 又能學到什麼 那反而是 如果你因為他只是外國律師 或者他們在外國 有成立了一個 律師事務所 不管什麼資格 都可以來的話 那我們覺得反而有 品質下降的風險 而且 因為我們律師業還很重要的是 有倫理的問題 每一個國家的倫理 其實不太一樣 律師倫理 那我們當初會很擔心 中國律師進來 的問題就是說 他們的倫理跟我們倫理 幾乎是不一樣 對 因為他們 我們是要保障人權 我們台灣的律師 是要促進法治保障人權 可是在中國大陸 是不一定是這樣子 而且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律師 如果做了這樣的事情 可能就沒有辦法當律師了 所以他們整個運作起來 是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會很 很這個 關切說 中國律師 能不能透過這個後門 這個橋門進來的這個問題 另外 我們對資金區 為什麼 這個設法律師找一個質疑 就是說 一般法律服務業 跟醫院 跟學校 可能不太一樣 現在我們提供的是一個 資訊 是一個服務 不一定一定要設一個點 其實以目前來看 台灣已經很多事務所 跟國外 透過網路 或者是其他方式 隨時可以聯繫 跟客戶都可以在網路上解決 所有的問題 不一定一定要設一個點 在一個資金區裡面 那既然不需要這樣的話 那他現在要畫一個區域 去圈遞給這些 所謂的這個外國法人的這個事務所 來設立的話 我們就覺得 更沒有必要 所以我們覺得說 如果政府真的希望能夠促進這個 法律服務業的發展 應該是要從整個先改造 台灣的法律市場 跟法律 跟這事務所的這個組織型態 跟營運方式 來下手 先把台灣的這一部分 已經很不合時宜的一些 相關規定跟法律 來把它做一個調整 那才有必要再去研究 或者是開放所謂的這個法人事務所 這樣子完全不確定的一個 一個事務所的這個 一個一個規定 這個就我剛才講的說 其實台灣的確 已經有很多的事務所 不管中大型的事務所 有非常多的這個 涉外提供 跨國服務的這個現況 事實上我要跟各位 稍微講一下 本來今天 是我們事務所另外一位 林思美律師要來 那他是實際上 比較從事涉外的一些法律工作 那但是因為他突然有事 所以才由我來 跟各位服務 所以他特別有提到這一點 所以說以他過去在從事這個 涉外的這些案件的狀況裡面 其實並不是大部分的案件 是不需要跟當事人接觸 就可以提供法律服務 那所以說在資金區裡面 必須要設事務所這件事情 其實反而造成了一個困擾 而且對於 他雖然條文上是規定說 中華民國律師 也可以去設 可是大致上 在律師法21條的規定是說 在同一個組織 在一個法院的管轄區域內 一個律師是不能夠設立兩個事務所 也就是說如果我在台北設立事務所 可能在台北港再設一個事務所 就會有限制 那反而是集中在北部這些律師 能不能真正在資金區設立 除非你要放棄台北這邊設立 那這樣就會有問題 那所以你是不是同時 律師法這部分都要做一個 我不是說律師法這個規定是對的 但是它的確有這樣的限制 那你難道不需要一起調整 就要通過這個資金區條例嗎 那雖然說官方一直講說 這個大陸人民來台區有辦法 第八條的規定 那這部分是沒有在這個 這個資金區的這個範圍裡面 但是事實上資金區條例的第九條規定 有一個示範的這個事業項目 還是以為由主管機關來訂定 其實我們很擔心說 因為我們主管機關 其實這跟剛剛前面幾位先進講 就是因為我們不放心政府 那我們就不曉得日後 他會不會藉由改變了這個 主管機關的一些示範項目的營業項目 讓這個法律服務業 當本來是不可以進來的 透過那個方式又進來 所以我們才需要說希望 如果他真的要訂 一定要明文寫清楚 要排除到中國大陸的這個律師的部分 那因為有提到這個 新加坡的這個經驗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那個法務部來律師公會演講的時候 他唯一提的一個案子就是 新加坡的經驗 但是我們後來 我跟你律師研究了 以及收集資料的結果 發現 他這個有很大的誤導 因為新加坡 大家想一想 其實在亞洲地區 法律服務業 或者是 大家覺得這個法制 比較健全的兩個地方 大概是香港 因為華人是華人的這個裡面 香港跟新加坡 但新加坡我只能承認它 在商業的貿易模式的法律的部分 處理上是比較沒問題 但是他很多在人權上面的這個法律 是大有問題 所以我 我現在不是很喜歡新加坡的這些 所以他認為他是 他可能是一個法制國家 但是不會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那不管怎麼樣 他們兩個的背景都是一個 他們是英美法系統的背景 所以 現在台灣 因為他現在 主要提到新加坡的部分是 他認為 因為新加坡 因為這樣子開放的原因 使得新加坡的一個仲裁業務 現在是全世界排行第三 那第一名的是倫敦 但我想其實為什麼 像類似這樣子 訴訟外解決分爭 即是這個 的這個仲裁制度 好像都是在英美法系的國家 才會去採用 像我們這個亞洲國家 包括即使是 南韓 或者是 日本 他們這方面的機制 其實也沒有做得很 也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因為新天的障礙 除了 法體系的問題以外 還有這個 語言的障礙 因為 香港跟 這個新加坡 原則本來就是 英語就是官方的這個語言 所以他們國際化的確是比較早 那更早的是因為他們金融服務業 相對的發達的很早 那法律很 尤其是商業性的法律 通常是跟著這個金融服務業在走 所以他們兩個地方 可以成為很多法律 輸出的一個地方 其實 是有他的這個環境背景 不令人驚訝 但是我們看看我們台灣 從以前到現在 就完全不一樣的背景 那我們的法治 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大家 可以看到 政府其實打壓法律 或者打壓這個法律 正常法律制度 一些正常程序 遠比他關心或輔助的機會大 所以我們台灣一直的法治 沒有化的正常發展 沒有化的正常發展 當然就不容易得到 臨近國家的這個信任 尤其我們現在的確 很多的這個業務 並沒有那麼樣的國際化 但是卻不會因為資金區下來 就讓我們馬上變得 國際化或自由化 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新加坡的經驗 我覺得在台灣來講 是完全沒辦法適用的 所以我的結語就是說 至今區條例 六十條的規定 是不能夠解決 現行在台灣法律服務業 所產生的困境 因為我們自己在法律 其實也跟剛剛 在醫院的這個系統 或者是這個教育的系統裡面 其實都一樣的問題 我們本身很多應該做的部分 就還沒有做好 要該改革或者是去去面對的問題 也沒有面對好 只是提出資金區條案 就以為是一個萬年單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口號 那也就回到一個問題 難怪這個政府 我們都沒辦法新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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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讓我們真的是上了一課 原來律師這個行業 這個體系裡面有這樣的一些問題 我想今天我們非常謝謝在座每一位 都非常深入跟非常豐富跟精彩的 跟我們說明了這些這幾個領域裡面的問題 其實資金區還包括很多其他的 開放了非常多 甚至就是sustain 我們現在的很多的這個 既有這些管理跟法律體系 所以大家是擔心說 那是不是變成一台數字 因為每一個五港一空 然後加上這些前店後廠 再加上這些管理機制的控台授權等等 那麼似乎都造成了很多既有的這些秩序 社會的秩序 跟我們這些專業品質的一些保障的制度 都可能產生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有人說資金區會不會是自殺區 或是說我們是不是定期亂投機開錯藥 那開錯的藥可能它不是口號而已 那如果開錯的是一個毒藥總法 好我想這些都是值得大家關切 那我們當然更關切的 像我們這次的主題 就是我們到底應該台灣 其實大家都看到台灣需要這個儘快的提升 但是這個提升不是只有經濟而已 其實同時要提升的其實是我們的自由民主品質 也是我們的社會的品質 也是我們所有專業的品質 好我想現在我們開放時間給大家來提問 那我們原來預計的時間是到五點鐘結束 目前還有二十多分鐘 那我們先收三位的問題好不好 我們在第一輪請大家回答 然後再開放第二輪好不好 那這個女同學先好不好 呃各位那個就講師大家好 我們這邊的話是那個網路北體 Whatshoutworlds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想要詢問的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於跟醫院長的床位有關的 就是因為我們得到國發會的回應 他們表示說他們在每一個區位裡面 就最高就開放兩百個病床 那請問一下然後他們說 表示說這次規模很小不會造成衝擊 那我們想要請在座的這個醫護專業人員 為我們回應說 大家可以不可以估計一下 兩百床病床所需要的這個資本 或者是粗估一下這個資本和人民幣成本 然後來分析一下這個說法是不是真的 就是說誠如官方所說沒有造成衝擊 謝謝 好謝謝第一問題 然後剛剛第二輪有一個男士請說 稍微說明一下你的背景 我姓郭郭玉玉我請教戴教授 剛才您談到說有的學校在有一些地區略地 那麼什麼叫略地 略就是很急速的買地 那麼目的何在 他是想發展這個教育的這個正常的擴充 提升教杰品質嗎 還是說過度的發展 那麼過度的發展他的目的是 為了過度的利益嗎 利益要用在哪方面 那您請教授再詳細說明 請另外一個位置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開放這個國外的大學進來 那麼依我所知現在國內的大學 也國際教育合作都非常的發展 那麼有需要在開放國外的大學進來 提升教育的品質嗎 那麼國內大學能不能收集所有大學的資訊 已經進步的品質提供給教育部做參考 還需要從國外引進大學嗎 第二個附屬問題就是說 如果引進您剛所說的國外的野基大學 那請問什麼叫野基大學 那麼是能夠提升我們教育的競爭品質嗎 如果說真正開放的時候 開放的時候 一年的定義什麼叫野基大學 那麼是在國際 像英國的金融時報 或者一些上海的大學 它有真正的真正的評估 校益的品質 學校的教授達到什麼樣的素質 它的結構才能夠進來在台灣社交 會不會說真正好的大學沒引進來 真正引進來是野基大學 那麼教育部要評估開放的時候 能不能有一個真心的品質 讓國內的大學能夠認同 國際能夠認同 以上問題請教 謝謝 謝謝 剛剛前面有一位是不是 我這個 很久了 或者是提供你的訊息 我公讀了 立法院這個會期剛結束 那事實上 緊接著6月16到7月4號 馬上臨時會就會再召派 針對五大問題 就是服貿監督還有基金區 另外兩個是監督人士 跟考試院的人士 五個案子 幾乎會在臨時會裡面通過 所以剛剛主持人提供這個訊息 我稍微參考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那一位 剛剛這個照片提供 來 鄭老師 我請問一下 這邊有一些專家 第一個就是 我們之前在辦浮化研討會的時候 曾經有醫界的 中型醫院的一個主任告訴我們說 如果說現在是資金巨頭是外資 就是外國人可以當這個醫院的董事董事長 好 那外國人我們就要擔心說 外國人以後 萬一背後是中資企業或港資企業的話 以後他們會不會就是 因為上次那個主任在告訴我們 可能他們如果是中資企業或港資企業 會透過以後的 因為我們的國際醫療是重症醫美健檢 所以以後有可能透過這個一條龍經營的這個方式 就是說以後 目前我們是像旅行社紀念嶺 這件事中資港資在控制很多 那以後 目前的醫美健檢是我們國內的醫院 才可以賺到觀光客的錢 那以後 這些外資外國人所控制的這個資金區的國際醫院 有沒有可能他們外國人 那背後是誰的外國人來控制 然後變成說以後的醫美健檢這塊 有可能我們國內的醫院也都賺不到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過去我們在談服務貿的時候 針對律師會計師建築師這些行業 要不要開放開放的到怎麼樣程度 事實上是我們的政府 要去跟每個國家去談服務貿易協議的時候 看什麼時候開放多快開放 那現在我們台灣的政府單方面開放給當然說全世界來講 那這一塊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是等於自己 這個談判籌碼自己就先失去了 就說我從不開放 那以後這一塊我們跟對方談服務貿 不管跟任何國家談服務貿 是不是這個 自己的 這個談判籌碼就沒有了 甚至是我兩個問題 謝謝 後面有問題嗎 你剛剛問誰嗎 沒有 呃 對 律師 不是一樣 你是律師 對 律師 律師 OK 好 好 那剛剛我們先提了三位的問題 讓我們事先做第一輪的回答 我們就輪流好了好不好 從黃醫師開始 謝謝 謝謝 我先回答這個呢 公民團體這個臥槽的這個問題 兩百床的這個 最近會用到多少支支援 其實很難去估掌 為什麼 因為它兩百床完全沒有說是什麼樣的科別 各個醫療體系裡面 它各個科別需要共用的支援 是很難去 是非常不同的 比如說小兒科或者放棄手能科 有的科需要用到高科技的一些 尖端科技的一些器材比較貴 再來 它裡面的這個勞動條 勞動的一些規範 根本就是空白授權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也不知道 它的能力究竟會運用到多少的一個資源 而且這個能力的資源究竟是壓榨出來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結果 還是說它是真正的一個 能夠 讓裡面的勞動的醫師人員得到他應有的一個 一個收入 這個我們也很難講 再來 最根本的一個問題 這個200床根本就不是寫在法規裡的 這樣一個200床 只是一個衝擊評估的報告 它就要用這樣一個報告來跟我們說 裡面限制是200床 不會排擠掉我們島內的這個 檢訪之間 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而且就連那個報告裡也不是說總共200床 是剛剛我講過的是 一區200床 那有幾區呢 它也沒有講 它說預期一到二區 而且是初期喔 那中期後期會有幾區 根本也沒有講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再來剛剛鄭教授提問到這個問題 也是一樣 完全是空白授權 他說 不送醫療法第50條 第一項第二項的限制 總是不一定要 要視這個國內的人員 可以是外國人來擔當 那究竟這個比例多少 全部都是空白授權給這個衛福 不會到時候 會不會因為 會不會國外的資本進來之後 進行一個官商勾結的一個動作 讓我們裡面的這個 資金區裡面的 醫院完全被這個中國的資本 或者是國外其他一些 別有居心的一些資本 來掌握 進一步利用台灣的醫療資源 來大賺他們的錢 這個我們就 這個應該是政府 要回答我們這個問題才對 卻讓我們在這裡辦研討 或自己想要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我們政府從來都沒有感清楚 這件事情該怎麼樣 好 關於醫療的這兩個問題 我們繼續請那個房間長 跟我們說明一下 回應一下 請請先換票 他們有多關係吃 好換票 很厲害 問題問的非常好 那麼小的一個機構會影響台灣 第一個 他就自己打了自己嘴巴 假如是開個200床 真正就在200床上 當然他不會影響全台灣的人 台灣是16萬床 所以那個是小的 不過那個 假如這個是真正的他的思維 那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200床 要來踢健保 解決健保 現在困健 那是很奇怪 對 但是呢 假如開放200床 然後那個後面的音盤 後面的影響 可以很大 第一個 我認為這是開除藥房 剛剛已經講的 解決不了健保的分析 將來健保的費用 還會再增加 不只是五千多億 因為現在 奧爾帕克已經 剛剛 王醫師已經報告了 36.25% 所以還會再增加 因為一直在這麼講 我現在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就是 從開辦的percentage 自費的percentage 到現在的這個調整 我現在在做這個分析 那我說開除藥房的原因 是他的基本精神 要設立這樣的自清區的 基本精神 與大致觀 跟全民健保的完全 180度 所以等於說你在否定自己 以前所做的 在國際被肯定的 那個精神的教肅 所以您可以了解這一點 然後呢 經歷 假如說這個將來要擴大 所需要的這個effort 需要的經歷 是不去改革健保 而是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健保將來會越來越長 這是我們的基本價值 我是完全戰勝的 有一個universal coverage 大家都被cover 窮的人被cover 有錢的人被看到沒有錢 這些都cover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精神 所以應該在那個地方把它改得更好 讓病人照顧的安全跟品質有提升 讓工作人員剛剛提到 人力方面的短缺 這方面能夠做好 我們的人才培育也要做好 所以我們將來醫療才能夠過 說跟世界其他國家也比 嗯 這個部分我想 我想真的補問一下 因為政府覺得健保醫療 這個體制下降不足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這個國際資金區之類的 挺進的國際醫療 那剛剛同院長其實 比較提出一個很建設性的意見 就是剛剛起始幾位 有多提到就是說 其實應該要改革健保 只是說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專門來談健保是怎麼改革 但是呢 但是大家一定會想知道 真的能改嗎 因為二代健保不是改過一次的嗎 我們要請懷孕長 非常簡單 給我們一點點說 那你怎麼改其實是有可能的 我們把這個順時介紹 我可以告訴諸位 我畢院已經做了一個 這樣的計畫 就是我們已經從2001年做起到現在 已經13年了 我們照顧病人是以品質做指標 不斷的測量 那一共我們有10個品質指標 要合乎這品質指標 不然的話就會被糾正 就是照顧病人那個團隊會被糾正 第二個 我們測量它的結果 英文叫做outcomes outcomes在我們的這個領域裡面 就是這個人活了嗎 治癒了嗎 那我們measure那個東西 在這兩款旗下的這個領域下 我們像健保建議了一個叫做bundle payment system bundle就是把它包裹 不過這個包裹跟健保的包裹意思不一樣 包裹就是說 你從頭到尾 我好好用最好的保護照顧 你給我一定的錢 不要關我 所以結果我們做了13年之後 我們的存活率遠遠超過全台灣的任何機構 或者比例 第二個 我們的費用一直是平的 其他人的費用一直上升 已經超過我們 這表示說這個是可以有cost containment 可以控制費用 同時有更好的成果 這個事情不只是在我們的領域裡面可以做 心臟病 肝臟病 腎臟病 糖尿病 高血壓都可以的 以這個方法來說 那這裡裡面有reward 有獎賞 你做對了 在那個curve上面的話 你就會想想 那加上去還是比現在目前 費用在不斷的升高的經驗家 還控制得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答案 我很簡單的這樣子 但是另外我還要講說 醫療我認為不可以上癮 為什麼 假如你一個醫生在開一個刀 他說這個刀是我女兒學鋼琴的費用 或者是 我又可以買一支提琴或鋼琴 或是去跳舞費用 這個時候你就會勾得很快 所以這裡有conflict 這裡很大的衝突 所以不應該說一個醫事人員 做什麼事情在想說 我這個月的薪資會很少 我會分到更多的收入 而這個資金區裡面還會有股份 這個就是更是observe 這個更不能接受 所以在美國有這樣的機構 結果就被政府關掉 說要看 就是Columbia HCA 這個美國很大的一個保險公司 就是這樣子被關 然後由參議員去把它收拾 然後整理 所以你在美國那種非常商業化的 很有名的國家 對醫療事情都是控制得很 很很很 那第三個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假如我們台灣放棄了全民健保的基本精神 而去從事資金區那種活動 這個是一個water shape 就是一個slippery slope 一直滑下去 就是不得了 不是兩百重 這是一個slippery slope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去叫天 我們讓我們全民大家來分析 然後向政府提出建議說 我們把這個方向改成 把健保改得更好 謝謝 謝謝 那個剛剛一條的問題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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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一直沒有講 這個院長提到的滑後效應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那那個境內關外 去實事會 你剛剛提到的那個臥草的那個 問的那個問題 事實上 兩百重 剛剛兩位那個醫師都有回答之外 其實上 剛剛兩百重出現的規模 只有提到醫師的規模 就是我們提到 一下醫院不會只有醫師要去 如果醫師可以用Batine 護理可以Batine 大概很難 所以他其實牽涉到的 醫師人力的規模 像剛剛黃醫師講 他其實沒有提到科別的 不過可以想像的是 當然如果他開放醫療比較大的 當然是Elective Surgery 裡面以手術處理為主的那個科別 對護理的需求量 當然是會更大的 會更大的 那你想喔 這個黃院長 在核心自費都可以做到六個人 顧一個人 健保做到六個人 顧一個人 你覺得在那個自費裡面 老子花大錢來 你給我一個人顧六個人嗎 可能不太可能 所以他那個相對應的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 不要說是穿空井的衣服 要來服務的 這個服務的品質 恐怕在整個的這個 投資上面 人力其實 其實肯定 不知道是怎樣 但肯定一定會比現有的規模 是還要來的好 那兩百床的問題 剛剛我其實資料裡 又在講太快 其實有提到 他現在已經不限了 政府的稅體自己講 不限五港一空 六港一空 每個縣市都可以申請 所以是不是 每個區位是兩百床 每個區位 我講是區位 那是一家兩百床 應該這樣講 那一個區位 是不是只有一家 那如果每個縣市都申請 那是有多少 那你可以問啊 蓋一家醫院的成本很大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蓋一家醫院 由院長出估 就是說 有經驗者出估說 今天股幣所長來了 也許他搞不好可以回應啊 這個蓋一家醫院的成本 如果要Elective Surgery為主的 手術跟經歷儀器弄不弄 大概施擠二十億跑不掉 你覺得不要二十億好 我們算十億就好了 還要找特許費對不對 我們也不要講特許費 多少可以救健保 然後吸煙比較快了 好 那這個對不起 這個國建組跟董事基金會 對這句話不要認真 那但是確實如此 也就是說我們從健保 裡面分配以外 看燕均是已經到了 350億了 那當然特許費這部分我不看 你看他如果這樣 他投資一家醫院 他究竟要走哪邊 才有辦法從資本回收 好就可以知道 這將來的發展的確認是什麼 否則他投資那一家醫院 他不回收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對不對 他因為他要做商品 所以那不要講到這個特許費的問題 我想到國內第一階段 是不是我剛才提到 國內第一階段現行是 45家醫院開放醫療簽證 52家還是56家 已經開始從事國際醫療的 做到的包括幾個整型 或者是醫美的診所 大家都一直在爭取的這部分 國內光駐診的部分 就有10%的容額 也就是說你可以去申請 有10%是可以做國際病人 那目前就一家醫院申請200床 但是其他的這個容額 就是在做這個國際病人服務 從這個政府的統計裡面 駐診健檢醫美都有嘛 好剛剛這個炳輝也有提到 我也有提到 就是目前十幾萬的人士的 135億產值的這個部分 你要知道這135億的產值 這特許費是不用繳的 這個特許費是不用繳的 也就是說特許費是規範在 實體區內的這個機構 第二個是10%的容額 如果都去做 我講這個如果都去做 現在有沒有都去做 沒有 好幫我們講 這個政府做政策評估 政府自己講 他要用the worst scenario 就是高院長提到發布效應 我們就用the worst scenario來看 這是政府要的嘛 衝擊評估報就要這樣做嘛 你想最好的做什麼 好話大於沒有 我講最差的 如果10%容額去做 以急性病床 大概10萬床左右 高院長16萬是急慢性加起來 大概急性大概9萬9千多 我們要算10萬床 10%就是1萬床 你想像1萬床拿來做 國際醫療的病人 那那個效應是什麼 不容置疑啊 我就不再解釋 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 非常大的這個影響 那當然健保不可以改 絕對可以改 我剛剛當舅舅提的 是不願意改 為什麼太痛啊 太痛啊 還有擋到太多的既得力度者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不是不能改 那鄭老師提到那個 確實是這樣 因為他不是一條龍精靈 他會是一組龍啊 為什麼會是一條呢 如果你講一條 一條是指醫療這一條 因為他身上要進來 我剛剛講一個國際的病人 觀光病人 他的產值喔 產值 然後可以投消費的 如果是醫療費用的2.5倍 你想他去哪裡 他從進來的這個 從入境之前的所有的機票 旅行社進來 到他進來的飲食住宿 觀光旅遊點 那個就會很多組龍嘛 所以這個福貓之前 還喊那個旅行社的時候 他們說宅企事實上沒有決定開放 在觀光旅行業的部分 飯店業 他事實上已經是一條龍在做 包括餐飲 另外一條龍就跑出來 所以如果把醫療這邊搭上來 當然就不會是一條龍了 這兩條三條 所以會形成一種 這個產業鏈 全部包 那會不會賺到錢呢 這進去裡面有那麼多的優勉 剛剛那個薛律師講到的那個 白零都可以 不管不是白零 是整個產業的優勉 到底你要講多少的特許費 才有辦法補租稅的損失 我們不要說補健保 事實上這都是一個 政府沒有具體說出來的 那當然你在整個的這個 資金區裡面開放 最嚴重可能不是一組龍 跟一條龍的問題 而是開放法人可以擔任 擔任這個住院 就是說他開放法人投資 開放法人投資 就不是中資統治的問題了 也就是說 不管這個法人是中資外資 都一樣 那法人投資 你說你是商業保險公司 他未來會比中資來的好嗎 可能這很難很難去前提 去去撐 為什麼他基本上的本質 都是企業法人要獲利 就是說他們的目的 其實是一樣的 那中資有沒有獲利以外的目的 我不予置評 但是我們就在商業商 就獲利這件事來看 一個商業保險公司 他可以投資這個 那個我們的資金區的醫療院所 你覺得他的這個盤算是什麼 就怕盤算是送病人來 還是說 什麼樣的醫療服務要提供到 什麼樣的地步 還是對他這個 剛剛 對這個整個商業營利 這個醫院的這個 研究報告也都有了 意思就是說 法人可以投資醫院這個事情 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政府說 我們還是用社團法人 我們放心 已經把公司化的交換拿掉 但是開放法人投資 與公司化無異 也就是說 政府是說 這是企業化經營 不是公司化經營 鄭教授在這裡 經濟系 我是不是學經濟的 但我聽起來怪怪的 就是說 這個開放法人 這個是最沒有辦法接受的 謝謝 其實剛剛都講了很多 然後 我必須要說的事情是 200床 就位不務 或是 目前在推自新區的時候 等規法 等規法 其實你可以看到 要行設 要在自新區的實體專輯裡面 行設立家醫院 不是馬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行設立家醫院 要有非常多潛質的作業 然後要找很多人進去 然後要把醫院打討 所以 他們第一階段要做的事情 就是剛剛所說的前店後廠的部分 而前店後廠的規範是 剛剛企劃講過的 就是 10% 就是10分級的床位 而這10分級的床位 就我們剛剛所做的資料看起來 現在到1%都沒有 所以你可以想像現在是0.幾% 然後假設我們把它推到最幾次就是10% 你可以想像的是10% 對於病人還有對於醫生來講是更大的負擔 第二件事情我要講的事情是 即便我們不講 它是最嚴重的狀況 好了 即便我們 當然我們剛才說過 今天你又想要推動它 但是又跟大家說 我們不會推動太多 然後說這樣要解決問題 是很荒謬的事情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要說的事情是 無論你推多少趴 無論你多吸引多少的病人進來 這對於我們在基層醫師來講都是非常荒謬的 我們每一次去講說 我們的工時已經到每時候80大個小時 或是甚至100個小時的時候 然後我們說我們要納牢基法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說病人就是這麼多 你們不工作該怎麼辦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事情是 他們把病人找進來 然後工作更大樓梯 這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謝謝 謝謝 來我們為我們一先請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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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今天就 我們還有教育問題跟那個 軍事理法力問題問題 我們也有教育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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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我非常贊同 剛剛黃院長講的一句話 其實教育真的不能完全從商品化的立場來考慮 我想正結的事件給社會多麼大的痛 不管我們在賺多少的錢 如果我們沒有在教育上辦好 社會是要付出成本的 父母也要付出代價 所以我覺得 首先我認為 即使是高等教育 我覺得我們也反對 完全用商品化賺錢的思維 特別是把教育當作一種產業來思考 那更何況 我覺得這個整個資金區的這個教育 把它當作產業 明則開放 實則 並不是 實則其實只是一些利益團體 在當中試圖透過以教育為民的方式 來做土地橋做知識 那剛剛說到列地 列地什麼意思 列地就是 實際上 台灣在兩千年就已經知道 會慢慢面對小指化的問題 可是 事實上 各大學卻逆向的操作 去搞了一大堆校地 新建一些校舍 那對不起因為我們在台大 所以我用台大當作例子 台大在祖北校區 總共收刮了 對不起用收刮這樣的字 好像收刮了35.7公頃 然後17年來總共只蓋了一棟避針樓 但是周邊的土地炒作 竹北之心一坪已經炒到40到50萬 然後 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當初被針地的農民 在去年的自由時報 有一篇 有一個文章 講長壁島軍 他們被迫離江 然後失去土地的那種傷痛 我想很多人都有體會到 那 可是台大 作為一個教育機構 竟然助長整個土地炒作 我覺得這是非常令人不能接受跟忍受的 那結果在最近 地方政府炒的狀況底下 太大沒錢開發了 所以他要退回13公頃的土地 給地方政府 可是我覺得整個自經區就是在幫這些已經圈地 圈好地的公私立大學 想辦法讓他找資源 想辦法讓他展驗 去做教育以外的事業 那想辦法創造一些 其實原來在教育系統當中 不管是學官或者是門神也好 未來可以去做分部的校長 而且不受任何任期的限制 然後不受任何這個 零選啊什麼什麼的規範 所以我們的公共財產 可以被私人使用到這樣的程度嗎 大家可以忍受這樣的 這樣的教育用地的使用方式嗎 我覺得這才是整個自經區 對台灣不只是教育 對於土地環境正義 甚至是整個人力資源 特別是我們現在面對這麼多的流浪博士 然後我們不思好好的去辦好台灣的教育 把教育的資源原來應該用在軟體 培養能力資源方面 現在融用到硬體去開發去幹校舍 我覺得台灣並不是沒有錢 台灣的高校的預算每年都提高 可是為什麼台灣每一個學校都在哭求 公立大學哭求 私立大學哭求 這就是台灣高校的悲歌 如果台灣不願意把錢花在我們的人力資源上 我們的年輕同事會出走 我們找不到工作的人會發瘋 我們台灣就要面對很高的社會成本 我覺得這個是整個高校列入資金區的問題 那什麼樣的教育品質才算好的大學 那個教育部用教育創新審議會 這樣的一個組織 要來審議什麼叫做好的國外大學 可以來進入台灣 跟台灣合作設校 我覺得他所用的指標就是 PAPER生產好的大學 就是好的大學 研究做好的大學就是好的大學 我想在座很多人應該不會認可 一所好的大學就是 可以養出多少篇 SSCI SCI的大學 教育大學 那這一次同樣是爭取的事件 我覺得東海是一個很好的大學 我們看到東海對於學生的照顧跟包容 可是我們也看到國防大學 這一種切割的方式 什麼是一所好大學 我想很多人心裡應該有一把詞 知道什麼是一所好大學 什麼是學店的大學 什麼是只為了表面上的研究 然後實際上並不是真的要辦大學的大學 謝謝 我們剛剛那個張老師問到那個就是 資金區的工作會不會造成其他的貿易決定 不用簽了 因為這邊已經零關稅 這邊已經完全自由化了 來請 菲律師 那個 所以我們那個律史公會簡單講 針對這一點也做了一個決議 我們的前提是要平等互惠 就是在互惠的國家裡面 我們是相對的 可以啊 就是說在剛剛我講的前提就是說 改革相關的制度以後可以這樣做 但是其實我弄到最後 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假議題 也就是說其實法律服務業在整個資金區裡面 其實站的比例應該是很低啊 那為什麼政府要在這個時候推動呢 其實我最擔心的還是後面的問題 就是中國律師的問題 因為中國律師剛才鄭老師講到 是不是會怎麼服貌的時候沒有讓他們進來 其實因為他們對於台灣律師界會產生實質的影響 因為同文同種 而且法系也相同 而且我們去即使讓我們去 我們受到的管制非常嚴格 每年要審查執照 每年都面臨撤照的風險 你在他的國家裡面就照他們規則 你法律其實基本上中國又不是法治健全 大家知道是人質 律師被毆打 辦案被關了 這些大堆 可是相對如果中國律師 藉著一個優勢來台灣 利用台灣的律師 因為在台灣律師現在人數那麼多 卻找不到工作的狀況之下 他們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相對就會降低 所以在自軍區條例裡面 我們不需要把法律服務設進來的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怕以後在主管機關的解釋上會產生後面 會有一些很重大的漏洞產生實質影響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剛剛又有幾位舉手 因為我們的時間已經5點10分了 我們接受這一輪之後就不能再接受問題了 所以我們盡量 我們現在有幾位好不好 就先舉手一下以後有幾萬個問題 1 2 3 4 對不對 好 來 請 老師好 我是那個獨立記者的部署 所以有個問題想要請教那個黃達公務院長 就是其實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建議就是說 現在有一個醫療開放的 像那個包含醫院的健檢 他比較大的建議就是說 他還會開放一些重症領域 包含非緊急手術 心導管理 或是一些緊急性的 像關節治患 或是部分的患腎患肝這部分 那加上前天後場 我們會擔心說 未來區內重症病人 他可能會 有問題的時候 他會後送到我們的醫療體系這邊來 所以我們後送的體系就會失控 所以我聽到很多贊成的醫生 其實都是做醫療跟健檢 那他們認為就是說 我們可以搭配光光 過物行程 然後他事實上就可以增加收入 抑制我們健檢 那又不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醫療的體系 所以就是說 您是不是也認同 就是在某種程度裡面 我們可以限制 資金區裡面開放的 可以做醫療的項目 你說他就是只能做醫療 或是做健檢 那甚至我們規定就是說 醫療人員 你就是要兼任 你不要兼裁 你不要說每個 你都可以多少小時到 你的資金區去做 那另外就是 我們可以取消前店後場 那如果在資金前提之下 您是不是某種程度 也是可以贊成 開放設立自由心理網民群之下 好 謝謝 來 另外一個 不是問題 我是衛生福利部的代表 那只是我想針對 我是衛生福利部的代表 那因為剛剛很多的問題 那我覺得 我可能還是要稍微引進一下 國際醫療 或者是所謂的健康產業 絕對不是改變我們 現行的醫療服務體系的 一個萬人單 他只是解決的 一個 一體藥文 那我要提的顧問就是 我很簡單的跟各位報告 我們從近四年 我們建立的醫療網計畫 是讓醫院有診所 在偏鄉 那個地方沒有醫院有診所 讓他有醫療 讓民眾享有醫療服務 我透過評鑑 透過教學面的評鑑 讓民眾有好的醫療品質 讓醫事人有好的技術 這是都國評鑑 健保以後 剛剛房院長也有提到的 讓我們全民納保 享受就醫很方便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不管當時的疫情是怎樣 這的確讓我們民眾 就醫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我們其實 對於偏鄉的醫療 因為過去 我們對於偏鄉 特別是三月離島的醫療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會有離島後送的問題 過去我們可能就是說 但是我們現階段 用很多的努力擺得 包括我們現在用醫中 醫學中心去支援他們 讓病人不要動 讓醫師到那邊去 輔助他們 改善他們的醫療環境 甚至就是醫師去支援他們 讓當地的醫師 也可以到台灣來受訓 回饋給他們 那這個部分 包括了公會醫師兩層 地方兩層都到那邊去 醫中支援 最平常的照護 對醫療環境 因為民眾的注意力非常的方便 那可能我們醫師 也因為受到壓力 因為整個醫事人員的環境不好 那再加上過去的醫病 醫病的資訊會充足 可能因為我們醫師 看的量太多 我們對病人的解釋不是很清楚 醫病關係緊張 這就造成什麼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暴力事件發生 我們會有一些醫療糾患發生 我們現階段都有一些改善的方式 包括我們在醫療法去修法 暴力 醫院的暴力 公訴罪 醫救法 我們也在處理 包括我們現在用什麼 醫療法醫軍去講 用什麼 對於生育事故 如果沒有過失的話 風險我們去講 想彈法 讓這個醫病關係去嘗試 那剛剛各位提到的 因為有醫救 有暴力 那會造成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說 可能我們這些比較 要外科系的 另外婦兒急診 因為他們在醫院要值班 所以他會覺得說 那我就不要值班了 我好不容易幹到一個主治醫師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 我們醫事人員 我們先不要講勞基法那一段 醫事人員的養成 包括醫師 其他的不同的人 我們其實是養成是足的 但是留在醫院 特別是在假日夜間的照顧 這次段不足 所以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的一個努力 包括什麼 我們對於專科醫師 原額的調整 我們對於PGY1 就是所謂的 畢業後醫學生的一般 教育的訓練 我們有一些幼齡 想法他留在這個專科裡面 包括我們健保 對於這種六十六種的疾病 我們健保有一些點子保障 這個都是我們努力的改革方向 那我非常認同 我們健保要改革 可是健保改革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很多的現有的衝突在那邊 改革是煩慢的 那民眾對醫療要求是怎麼樣 我要求無限 最好是什麼 都不要交保護 或者是表會腳的越少越好 但是我享受的所謂的醫療 不要越好越多越好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我們醫治人員的薪水從哪邊來 從我們找了保費 提供了醫療服務 如果大家都不願意 找保費或者是健保在調整的話 我就是要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要這樣子 健保改革我們要改革 但是現階段呢 我相信很多醫院都有支配的項目 我如果沒有辦法用支配的項目 想辦法讓醫院有盈餘 留下我的醫事人員 你覺得醫事人員會留在醫院裡面 照顧民眾嗎 我衛服部的立場是什麼 我要照顧民眾 但是我也要照顧醫院 可以留下好的醫事人員 留下有技術 非常願意留在醫院的人員 才可以照顧我的民眾 所以病人要照顧 醫院我也要照顧 現階段健保要改革 這是一個方向 國外的市場 資本市場 就是我們另外一個一體要領 我只是找到這些線 這個意見我想大家也去告 我想等一下也許 還會請大家同意一下 來第三位 主席 我是施利亞業種協議秘書長 也是這幾年負責 推動觀光醫療的一個 工作小誌執行長 那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是建議說主辦單位 是不是可以辦個辯論 那我願意擔論 其中一方來跟做商的任何人 不管是黃院長計畫 我們來辯論可能比較好 因為從今天主辦單位邀請單 我是覺得傾向於一面堂 完全是互面的 同樣不讓人家講正面 這也是不好 台大經濟系 一向是以自由經濟為了 我也是台大畢業的 我們台大的母校理論上 是一個很自由的 不應該有一名 一人堂的這樣子 我今天 大家公開來 也是一人堂 沒關係 你讓我講完嗎 那我很簡單講 第一個我沒辦法好好講 我在網路上面 我現在有一個寫一個三分鐘看懂國際醫療 我已經絞盡我的腦子 盡量去說服大家 上面是我的這幾年的精華 再來我只問一個 黃院長 你有你的品質的堅持 我真重 但是 我看了你的網站 你的單人床裡面有特甲病房 8400塊 病人家自己擦耳護單 特以要6700 特品要4550塊 你的護押病房 甚至要說擦耳護單 高到5200塊 西華你知不知道 如果照你的定義 商品化 核心醫院是不是 把價格低高呢 那再來 你說階級化 有些醫界不敢批評黃院長 我沒有經營醫院 我沒有壓力 黃院長 你們在批評醫界 所有人好像把醫界都給採訪 講得一無四次 有人在講說你核心電代表就是貴子化 其中一個 你要不要傳播 我剛才講的數據都是從比網路上面講的 我沒有時間 我希望有更多時間 我們來辯論 好不好 我想你們也可以辦 你們也可以辦這樣的行動 因為這樣民間的論壇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我們這不是唯一的論壇 對不對 我想這個真的是公開的 非常謝謝你提回總 等一下一會請回家講回應一下 來第四位 我們是代表健保署 很謝謝今天大會有給我們機會來參加 那有幾個數字可能需要做一點回應 我很謝謝西皇 其實他很用心 他裡面很多數字是我們提供的 就是我們其實對外都有提供我們自費的比例 那這個統計其實它有一個要件是 它是含所有包括本來健保就不給付的奧爾帕提的部分 所以拿那個數字來看健保其實會有點不公平 是因為它裡面含了一些保健實體 或是他自己要用的一些醫療器材在家裡自己使用的醫療器材 所以那個奧爾帕提的比率36點多個不剩 那個其實是它的分子是這樣子產生的 所以我可能需要做一點點說明 那差額負擔 因為目前我們健保有給付差額的 就是認定可以給付差額只有七項 那這七項呢 坦白講我們站在健保的立場 我們當然不希望民眾付太多的錢 我們也希望買進來 可是這些差額負擔的項目基本上都是 就是我們健保本來就有一個基本的項目在給付 是全額的 那這個差額的項目基本上是 我們認為我們健保給付已經夠好了 可是它自己去標榜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比較特殊的材質 所以它的效果比較好 可是它顯然又成本很高 所以我們在療效跟成本效益中間評比以後 我們認為我們可能只給付到我們健保的材料的錢 那其他部分它去做差額幾度 那這個差額幾度的項目 其實我們健保在開放 都要經過健保會的審議 我們最近開放的牛心伴摩 其實在健保會已經討論了非常多次 而且也超過兩年的時間 才把它開放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是非常審慎在評估這樣的事情 我一定要先說明 第二就是說 西華有提到說 為什麼兩萬到四萬的這個 保費的這個投保薪資的人 百分之四十八都在做差額幾度 因為我們的整個投保人口裡面 百分之六十都是兩萬到四萬 也就是說它分母本來就是這麼大中 所以它去做差額比率的比重 當然就會變高起來 這個是其實是因為它母數本來就很大 所以我也要特別要說明 就是說數字的解讀 可能需要有不同面向去做說明 那我就先回應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剛剛有四位都提出來是醫療問題 那你還有沒有對教育 在開放一個教育的問題 好來請問 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各位老師好 我是台資大研究生 那我主要想要請問戴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我看那個內容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就是在學生修業的方面 現在在資金區裡面會有一些鬆綁的部分 那想要請問戴老師就是 他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這樣子謝謝 然後謝謝 好 我們剛剛已經有思維 然後我們就很快一次樣子 請大家來回應 好 還是從頭醫師來講 健保當然要改的啦 這是當然大家都同意 而且我們根據我們上老師的課 他也提到健保術 其實擔心 我知道你們也很辛苦 其實你們也是很血汗 不會比醫院還要不血汗 可是 所以你應該要跟我們站在一起啊 我們一起來向政府喊話要改革健保嘛 我們應該加速這個健保改革的速度啊 不是說 現在有很多力量來阻礙我們改革健保 我們就放著它爛啊 台灣要繼續這樣沉淪下去嗎 大家都知道健保協助改革健保是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可以用一個加速惡化醫病關係的一個商品化的一個模式 來讓我們的一個醫病關係更加惡化 這樣子說是這樣解決我們 改善醫病關係的一個解藥 這是鬼才相信的一個問題嘛 所以我們應該要站在一起去向我們政府談話 我們要改善醫護人員的勞動條件 還要改善健保署裡面員工的勞動條件 不要這麼血汗 像我們全台灣幾萬個藥品的這個藥價是怎麼樣定出來 為什麼會定到我們醫界的人士這麼反感這麼大 覺得他定的那麼爛 因為健保署裡面定要價員工也只有幾個嘛 健保署裡面就這麼血汗了 全台灣就是在一個血汗的狀況下 所以你們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 加入我們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一起來向政府談話 我們甚至可以成立一個健保署勞動改革小組 來付出一個分部 好 謝謝 好 一起 我想這個我們討論都要理性 而不是情緒化 所以用這個當作一個開走 我個人並不反對國際理論 從來沒有反對 任何人 任何機構都可以有國際理論 比假如把自己做得非常好 國際人是自然會來的 那這口碑就會傳到整個 不管是華人或非華人的地區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有很多加州的病毒 因為他 加州華人很多人 知道我們的整個生活 所以沒有自己在外面講說 我們做國際醫療 就已經有國際醫療 我們也有日本 有新加坡的病毒 連新加坡已經相當發達的地方 很多人也在到外面 所以我是贊成國際醫療 但是要自己幫忙自己做好 但是有一句話 葉青川前署長講的是對 為什麼另外要設專區呢 那只要讓病人簽證方便 讓一些人的執照的申請容易 我用兩個例子來說 我最近有一位 對台灣熱情非常強烈的 一個加拿大的醫師 他是加拿大A4省的 醫學院畢業的 MD、PhD的外科醫師 他從小就出國 所以中文不太好 所以考這個國家執照 就考了好幾次才考取 那麼他就是想要回來吧 但是他必須要再經過好多觀考 那這個例子會延伸很多 我們也曾經跟當時的醫師處 現在是醫師處 好幾任我們都跟他接觸過 有好幾個人是台灣大學畢業以後 去美國讀學生後的醫學人 但是他到六十幾歲的時候 他想要回歸 六、四、三、四 他必須要進步五個觀考才來 所以他就放棄了 因為前面那一位 第一位他就不放心 大家是要的 所以他現在有國家執照 雖然很多困難 他還是想要 父母親也是九十幾歲 像這種所經過的那種痛苦 我親身跟他一起體驗 所以我非常同意葉青川前書長 建議就是把這些事情都 變得更容易 他們就會回來 而且現在要回來的人 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 很多一窩蜂出國 所以 像我們醫院開辦的時候 就是有幾乎接近十位我的同學 上下 上下 跟後期的同學 會來幫忙 一切都在美國職業三十幾年 一半是在學術界工作 現在他們也已經到一個 要退休的年齡 但是後繼就比較多 因為現在法律 跟當時的法律不一樣 所以前面比較容易 現在怎麼不容易 所以我這一點 希望說 衛生福利部的人 都好好思考 另外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這個重症啦 醫美啦 健檢啦 這些 健檢跟醫美 健檢比較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健檢有時候 你會有錯誤 結果把人家送回去 以為沒有問題 才發生問題 會有這種 Miss Diagnosis 還有就是 醫美 假如說是它的結果 不滿意的話 這個也是不滿意 那重症的話呢 比如說開心 患肝 那就更嚴重 那麼 發生問題的時候 他怎麼樣回來後面 這個要好好勞 因為路途遙遠的時候 發生問題 二十小時內 也要有人招 還有 他的這個 Law Suit 要怎麼處理 比如說 在台灣處理嗎 還是在當地處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剛剛律師已經 薛律師已經離開了 就是這個現在 在你去Google看 一提到這個 Medical Tourism 旁邊的附帶的這些宣傳 是什麼 我這裡有律師 可以幫你的吧 你們注意到嗎 Medical Tourism 你會發現是旁邊的廣告 這很多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 在這個有Legal Entanglement的時候 到底如何處理 我們現在連看 連想都沒有去想法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 像我們自己曾經健保 健保署 多次來我們醫院勘查 到底我們自己 我們醫院的自費在多少 他們非常滿意的離開 所以你大概裡面要知道 要攻擊人家 自己要收集他們的資訊 比如說你可以做寫什麼東西 但是沒有人用的時候 你也等於沒有 沒有人要來用你的時候 你這個機構就倒了 那個機構可以Sustain 是有Sustain的離開 那你假如做得不好 你收費貴 沒有人會來 所以我們現在自己面臨的就是 面臨我們的健保以外 我們健保現在收費 我們是0.85 就是一點 只收到0.85不反 所以我們是因為 把我們算做區域醫院 所以我們的收費是比醫學中心 還要便宜 那麼我們也跟所有的 台大醫院做比較 我們的所有的住特等病房的 致負額要比台大低很多 而且我們常常把本來要這樣用的 結果也把它分成兩床 給病人用 因為病人需要的時候 就是要這樣 還有另外一點 我們大家不知道 我們是Cancer Hospital 病人的這個感染率很大 但是我們醫院的院內感染率 是全台灣最低的 就是因為我們每個小時都去清潔 每個小時都有人去清潔 與其廁所 廁所兩個人合用的時候 就是很慘 一個人在拉肚子 一個人好好的 就我們可能被感染 所以這些你們要知道說 我們這是一個Specialty Hospital 病人是白血區低等 所以這方面呢 我們花費了很多精力 人力在處理 那我們為什麼六個人 照顧一個病床 可以Sustain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六個人 經常在病人的房間 我常常進去病人的房間 跟病人道歉 先問好一些基本的東西以外 我就是故意去要求他 讓我按那個護士的臉 我要看護士什麼時候出現 我經常在這樣做 還有我的這個停車場 我經常在叫他們 給我停車場的紀錄 就是一個病人來我們醫院 帶多久 我這些都有紀錄 所以我對自己的 Quality Controls很討厭 那我有Data 會做這個問題 這個健保署 也經常有人來看護士 這個是很好的 我認為健保署是負責任的一個節目 他常常來看看 你到底有沒有什麼 violation 那我們都經得去考驗 所以我也不希望說 大家在這個時候 It's too emotional and rational 我們做事情必須要是Russian 那我想我回答 不曉得回答您那個 我現在最擔心的理事 我國際醫療的時候 假如有錯誤 做不好 這個會發生 尤其當病人的安全 跟Quality沒有照顧得很好 會發生 這個時候的 這個Legal Pursuit 剛剛叫這個 我現在醫藥政府 假如你想這個 因為我又不反對國際醫療 但是他們在那裡看過 在你那裡看過之後 回去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如何處理 非常大的問題 好 有時間的關係 跟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的這個 進走一遍 但是我也想我們結錄之後 當然我們可以繼續問 因為今天有五點半 我跟院長的問題 我可以也可以拿 好不好 因為我們做國際醫療 順便給先生知道 好不好 第一個 國際醫療的病人來 病例一定先看 病例先看的話 就是醫生有把握才接 第一個 Monoplex會減少 第二個 Monoplex這些東西 就是買保險 你如果進外了 你可以買 好 那我們國內的可以買 富邦保險 基本上已經cover到 兩百萬到三百萬台幣 那你也可以買 境外的保險公司 甚至你cover到一千萬 或兩千萬台幣 都可以 這個是醫院自己 要從賺的比例 從拿的錢裡面 去做保護的動作 第二個 房間長擔心了 所謂Follow up問題 長庚 高雄長庚 都已經可以開到 半竿椅子 他怎麼不會講到這個問題呢 因為人家有training 對方的醫師 在那邊幫他做Follow up 這個問題 人家我們都考慮到了 結果 你敢接這個case 你就要有本事 去幫他做Follow up 這個是你自己要有本事 你自己要透過你訓練的醫生 或者你這些醫生 你常常開各口 全世界醫學會 你自己有這個連接或可啊 再來 對方可能有讓轉介的公司 他們是醫療病情 退休下來 醫生或護士 他們這些人 也會安排他們對方的 醫師去做Follow up 這個就是 其實Follow up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錯 但是你要做國際醫療 你這個東西 就要wear prepare 那再來 你整形美容 其實這個東西 醫療就不是 讓大家想那麼大 因為我剛才講過 你做的時候 一定是早有把握的 你敢要分數啊 敢要把握 那再來 你可以case 你可以先看病例啊 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 防疫黨擔心的問題 現在我們做了六年 我衛福部跟我們 我們把這些資料 都公佈給所有人 甚至連麻煩的practice 你要怎麼跟病人親和 我們做英文的 入文的換本給大家 請大家 我們這個東西 都為何跟我們做得好好的 OK好謝謝 我想剛剛還有醫療商品化 或者說在國內上 我們覺得 有些slope的問題啊 所以 這個問題很多 想 謝謝您提供的 就是說 對於Follow up 跟這個 您這邊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這是個價值的辯論 不是您能力的問題啦 剛剛要再次承認 可是 秘書長喔 你要跟我們道歉一下 說我們是一言堂 其實有很不禮貌啦 這個 組織的辦活動 他邀請了speaker 那都讓你來 大家都來聽嘛 可以發表意見 政府是有絕對公權力 跟絕對資訊自主 資訊權利的人 要說一言堂的話 說真的 在這個聽證會上面 這個都邀請支持者的比例 跟不支持者的比例喔 那個懸殊的程度喔 我就不提了啦 那資訊揭露的程度 我也不提了 愛給我們什麼 就給我們什麼 那劉明軒記證是代表 衛福部無庸置疑 我不知道你是代表 是醫療院所 還是要代表 衛生福利部 國際醫療管理 推動小組執行長 這個 這個是很妙 如果說你該代表 那當然POMO 國際醫療 我們都可以理解嘛 那你也要理解 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然後我想說這個就是一個討論 就是代表 所以這個 包括調查 只調查經營者的意見 那應該才是醫療堂 308家的醫療院所 給我們資料是7到8成的 我們支持 我連問卷都沒看到 分析報告都沒有 也沒有問消費者 也沒有問基層的醫療人員 這才是醫療堂 然後很抱歉 這樣回應 但是我覺得 為了這個我其實是很不舒服啦 什麼醫療堂 怎麼可以說人家辦醫療堂會 是醫療堂 那我在我家開會要不要邀請你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對啦 聽證會還沒有讓媒體旁定欸 我覺得這其實不對 第二個就是說 回應一下就是那個 存父好 認識很久 謝謝他的指教 不過這個資料的解讀 也很謝謝他提出一個 健保的被保險人佔率的這個問題 沒有錯 我用兩點回應 就是說你的看法我尊重 但是我們提出來的時候 是有反應幾個事實是 NH1裡面 自費的比例到達36.2 他的基礎 跟1994年沒有兩兩 95年 也就是說NH1計算的所有的項目 都改換 但是他仍然攀升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 他跟健保的自費有沒有關係 現在你們可以做研究 這個中間到底在多少的百分比 就是說健保的自費的變化 贊成了多少 或者說應該講醫療的自費 不是健保的 這個健保就是自費了 就是說 這中間醫療的自費 他的變化是什麼 可能研究 但是呢 在所有的這個研究裡面 你可以發現 我們以NH1的統計 不要講研究 研究另外一個 我們講統計就好 我剛剛提到低所得者 在NH1裡面的 醫療保健費用的 佔率比較高 那難道 低所得者 他會放棄的 當他只有1萬塊錢的時候 他不會去買健康食品 跟維他命 他會留來看病 留著的看病 這是一種剝奪 所以當我們的 NH1裡面自費的戰率提高 沒有錯 他會去買養生食品 他會去買健康食品 你的中藥補品 東中省委 這個是一定的 但我們做法 跟OECD國家不一樣 可是呢 NH1 衛福庫另外統計 是有做一個圖表 是跟NH1的一些 那個OECD國家裡面的 在運比 那反過來問統計師 他們這些分母 是不是跟OECD國家一樣 就是他們把養生 健康食品都納進來 如果也是一樣 對不起 我們還在攀升 我的意思就是說 也在攀升 所以這是一種sign 我們sign是說 我們的付費能力 在下降的sign 就是說 不管你拿去買健康食品 買去買醫療服務 部分負擔也好 住院的差額頸付也好 病床的功夫 我們這個是在上升 是一個現象 所以呢 在插額給付那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 當二代健保開放插額給付的時候 我們的申請插額的這個產品項目 是越來越多 然後我們要求自費的特材 要來申報 之後可以申請自費 那麼自費的特材項目 也是非常的多 這個也是不能夠否認的事實 那當然新醫療科技也會造就 我們給付的速度 當然遠遠趕不上 那你不一定要付 因為新科技不一定要好 這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 商品化會加速這種現象 就是說 我以直指治療做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不付不是你不對 很多東西是不應該付 但是因為 就因為這樣的結果 所以其實自費的效率 會更加的明顯 而且呢 很不幸的是 全民健保的被保險人裡面 剛剛分布 雖然60到70 是投保金額4萬以下的這些人 但是呢 我們可以從單一金額來看 健保署也許可以告訴我們 在插額給付裡面使用 你到底這些10萬塊以上 投保金額的這些人 單次使用的費用多多少 這個數字也會很有趣 就是說購買力相對比較好的人 他究竟有沒有購買 比較多的插額給付產品 這個是很有趣的議題 我不知道結論 所以我沒有辦法看 但是呢 如果你插額給付的項目一直開放 自費的金額一直在一直增加 對不起 你對於全民健保的衝擊 Universal coverage 就很大的衝擊 是因為你衝擊最大 正是你70%的中產階級被保險人 也就是說 負險就是這些人在付嘛 為什麼 你的被保險就是這些人最多 我要講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當然 當然他最大 你的最大 你最多的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 是落在經濟的實力 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當然所有自費的定定 或是所有那個 插額的開放 都應該要考慮 我這個最廣大三個之後被保險人的 付費能力啦 所以我意思說你的說法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低倍 我也接受 但是我要問的就是更深層結構的問題 你不是說我們大部分都窮嘛 所以當然付錢都是窮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那個需要性 跟其他對你做一個政策 對我們都窮的人的影響 否則全民健保 就變成窮人互足會啦 那我最後一個回應是 我們所有做醫療改革的目的 只有一個 我們希望有合理的給付 降低我們全民在全民健保下的 自費的比例項目以及金額 那個合理的給付當然要包括 醫事能力跟醫療願所能認為這個給付者而已 所以他不用去開放很多的自費項目 他就可以好好的照顧我們的病人 這是我們的回應 這就是為什麼反對商品化的原因 謝謝 謝謝 嗯 我要先澄清第一點 就是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我在 我看到我的同學 就是比較年輕的醫師 無論是實習醫師或住院醫師 我們大部分的人 在臨床上面都病人很好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到很高位子以後 只會很討厭病人 或是很討厭一般民眾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我認為一個醫生本來 就應該要喜歡那個病人 只有喜歡那個病人 才願意去照顧他 才不會願意 只是為了錢 只是為了去販賣那個商品 去照顧他 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不太知道 所謂的 國家的健康的政策 或是所謂的全民健保政策 要去改動他 他的壓力 真的是來自於人民嗎 還是來自於醫院的經營中 如果今天就算是來自於人民 我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你今天醫院真的面臨經營的壓力 或是健保真的面臨財務上面的壓力 你選擇的為什麼會是壓破或是壓榨我們底下的人 為什麼你不選擇去堅持做對的事情 有人被壓力又怎麼樣 有人被壓力又怎麼樣 有人被壓力又可以壓到底下的人嗎 還是 我們希望看到的事情是 有人丟 今天真的有問題 我們就應該堅持做對的事情 就應該要跟社會有更多的溝通 有更多的互動 然後跟底下的人一起去改變這個社會 我認為應該要堅持做對的事情 最後一點我要講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勞基法可以被略過 我要說的事情是 今天無論在討論服貿或在討論資金區 無論在講任何一件事情 要把其他國家或是 把其他國家的病人找來台灣治療 或者是去創造出額外的醫療服務的需求 想要藉此來賺錢 我都必須要說 你們要怎麼樣去說病人這麼多 病人就是這麼多 所以醫師不能鬧牢基法 我要問你們 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憑什麼這樣說 如果你自己就要創造病人 你怎麼敢說我們不能鬧牢基法 請問一下你 創造出來的每一床的病人需求 會阻礙我們進入勞基法多久 會額外讓我們 製造出多少的工作時間 如果現在已經 平均公司 住院醫師平均公司 假設已經 先去我們調查 已經至少到一百個小時以上 那我想問的事情是 你還要怎麼樣 你還要繼續讓他上升嗎 如果你有額外的能力去做這些 其他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能讓額外的能力 讓這些基層的醫師的工作量可以下降 謝謝 謝謝 好 那個我們正要結束 已經快要六點鐘了 但是呢 因為呢 我們這個論壇是有症狀受毒 所以 你有沒有這樣的特權 你好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有那個白映說 我們為什麼這個一面的 一面倒的聲音 好 這邊可以稍微 成績順便 也對外面來 來學習一下 我們這個 研討會 我們其實已經 等很久 就是希望政府 任何不管是服務 或資金需 能夠提供給我們 全民一個 就是一個完整的評估 有正面的有反面 可是到昨天 國華會管主委 在網路上的這個 跟網友的這個提問看起來 都還是只講正面的 所以我想 我們一直希望 不管我們國內的智庫 各方面要 或政府單位要 有一個完整的通編評估 在沒有看到任何一隻烏鴉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台南機器系 還有我們公經中心 還有勇社 我們就只好站出來 辦這樣的研討會 因為這個 這個政策會影響到 各種的產業 還有我們的每一個 老百姓的 就業就醫 還有這個就學的 各種的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真的是 在這種的 這種角度來辦這樣的研討會 那當然會讓有些人 聽起來可能不太舒服 政府的單位聽起來不太舒服 那很抱歉 那我們的服務的對象是全民 謝謝 好我想很抱歉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在這邊結束了 但是呢 大家一定會覺得意猶未盡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任何單位 應該要辦更多的這樣做談會 讓更多的聲音出來 那我們覺得有很多意見 其實是可以互相辯論的 真理越變越美 我們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所以今天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請到這麼多 我們真的是各方對這個議題 都非常深入 而且他們呢 事實上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實踐 所以所提出來的所有的意見 我們大家會看到 他是非常認真努力準備的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 南瓜所有的真理 但是呢 歡迎更多的討論 我們覺得這個是對政府的這個政策 能夠更好 更對台灣更有力 不是就是應該這樣做嗎 我們歡迎我們政府繼續加油 謝謝公園 謝謝我們今天 所有在討論的關注的公民 以及我們還有現場直播 現場直播 我想更多的這個 台灣的土貴的民眾公民 能夠我們一起來關注這個公民 一起來監督這個條例 他之後的修法過程 那實驗的關係 我們就是再一次 這類掌聲 謝謝我們在討論 謝謝大家